郭metro 14. 大學 謝謝大家 然後在大家移動的同時 我也講一下這些活動 這個活動是由Warner Ten Code 社群舉辦的 我們這次已經算是底市場 那之前都是就是办跟区块链相关的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部分是由我来协办 就是我来邀请讲的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活动公司免费的 然后就之前其实有发生就是有发现就是说 大家其实对区块链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有兴趣 可是其实就是该怎么讲 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虽然看了 就我已经看了新闻 或后我看了白语书或是等等 哇这个还懂区块链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又发现说 其实这样的现象活动是必须要多花一点时间 然后跟大家来讲解 那今天这一堂课呢 我们就一起到的就是现在在业界就是 阿密斯的这个工资 然后他叫米亚 然后他其实在阿密斯也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等下会 虽然说他等下会分享就是非常基础的 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区块链 比特币如果是第一代 你开始就第二代 所以以太方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本人去看那个白语书我还是不是很懂 所以我今天也算是学员之一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就是今天可以认真 因为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发问 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们会就是尽量的回答大家 那在活动开始之前呢 我先来偷偷 promote 一个东西就是 我现在本人也在那个 temporary salary meetup 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 比较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那我在10月的时候呢 会举办就是两天的一个 比较偏技术型的论坛这样子 然后我们邀请就是跟以太方这边 比较有关系的讲者 那像创办的像以他林或是 Foundation的讲者都会来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记下来 对 ok 对不起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都是以太方里面的警戒专家 例如说像以他林那样等等的 那我们就是这两天 其实设计的蛮豐富的 会有就是一层的话 就是会有Kinot啊 也是会有Wallshare等等的这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那个AQPAD上面 就是找那个售票的资讯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先欢迎下一位就是 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他们年底也会办一个这样棒的活动 那我们先欢迎一道 我是一棒 我是一棒 然后这个是我们最近也在从跨远活动 它是 選民叫做OpenUp Summit 然后是We Together 一起玩或者是他在创传一城一城一城主办 然后这个活动呢 主要就是 它是亚太区域给你开人的成品 对 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在亚太区域 在 不论是西方西方西方的 欧美国家 欧洲 还有 亚太区域这边的一些 在台湾里有 从业人和有专业的掌揭 然后一起来台湾 在 在 在11月30到11日 这两天 跟大家有一个 rollshop 或是不知道 或是配合的时间 对 然后 然后 就是这样 然后 大家其实 那边是我们的 大理大师 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Twitter And Instagram上面 只要搜寻OpenUp Summit 然后 但是就可以看到我们 所有的一些 活动的曝光 然后像我们今天 其实有其他同事 上面 已经在新加坡那边 有办一个 他的 他看当地的一些社群 的一些 然后我们有几个 各种的回调 就是应该开源 那开源的话 除了资料 很开源 用的 像是设计 或者是一些 data 相关的东西 也可以开源 然后这些东西 也可以到我们 网上都可以看到 然后 再来的话是 我们普遗大家 提交自己的开源 专案 就只要你有 idea 你都可以把你的 一些想法 然后 到我们的网上 说出来 然后其他有兴趣的人 你就可以加你的专案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 在网络上面 共同协作你的专案 然后在 活动 我们会收件 收件到 11月 10月底左右 然后到 11月开始 就是一人上 一些 批拼式的绝选 那我们会选出 极有更多秀的专案 在活动中间 就会 上台发表 然后也当然 可以有机会 或者是否有机会 然后你就可以 订阅 然后 我们前面几场 在东京 和首尔 已经取消了奥路 那之后 我们会在 新加坡市里面 然后越南 和 重庆山 我们都会有 一些奥路 然后大家如果 然后有要出货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 都是免费的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你身旁有一些 对该院人有 是比较专心的 一些 专业名誉的人 也欢迎他从我们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活动的掌握者 那这个连结 就可以在我们 的网站上看到 好 那 现在就是 有赞助的机会的话 也可以提示给我们 好 那 我们的 售票 售票的一些 机器 目前已经公布了 然后 有着控网 大家可以稍微 啟用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机器 刚才讲 然后也接受我们的社群媒体 然后锁定我们第一手的消息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欢迎我们的讲师 我们带来就是 相关于就是 一太坊 多任何的一些介绍 那 在他上来之前 我想先我问一下 现场有哪些人是工程师 欸 蛮多的欸 太好了 不用讲 没有没有 大家都要听就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就 掌声欢迎Mia 好 谢谢大家 希望 就是我已经在 就是 呃 去管理这个领域 工作已经三四年了 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说 在开访上面 学到的一些知识 所以我不会说 我自己是专家 所以如果等一下呢 如果 有人能够 出现我的错误的话 我会非常感谢他 好 那今天的主题主要是 呃 讲 以太坊的一些协议 那我这边 特别标说 这个是 Based on Go Ethereum 1.9.2 是因为 在每一个版本 呃 在每一个版本 其實以太坊 他都会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那 大致上的 是不太会有太大的变动 那 呃 以后可能会有人听到说 Ethereum 2.0 或Ethereum 2.x 之后的版本 但是上面里面的 Protocol 已经有很 很大的变动了 所以我怕大家以后看到 这个投影片 然后忘记 现在讲是哪个版本 所以特别雕塑一下 因为 里面所讲的 呃 东西都是基于 呃 GoEthereum 2.9.2 这个版本 好 那 我叫阿蜜亞 然后目前在 阿蜜这间 区块链公司工作 那本身 我也是一个 Golan的 Development 所以我们所有 backend service 全部都是用Golan寫的 那 早期的时候 参与过就是 呃 联盟链的 公司演算法 Estanpool BFT的 开发 那目前 我们公司主要之力 在开发就是 呃 呃 数位资产的 呃 钱包的服务 还有就是一些 区块链节点的管理 什么 基本就是 在区块链节点的管理上面 桌墨比较多 好 那 今天 Eginna 我好像会有两个小时 但我确定 我有在讲慢两个小时 所以如果提早接受 我们就提早回家 这样 然后今天的Eginna 就是分散的部分 然后一开始 跟大家介绍一些 比较出现的 一些基本知识 然后 第二部分会讲说 一个全资讯 他的生命周期 是是怎样形成的 然后再来是讲说 在区块链上面 他的block 是怎样被 挖出来的 对 大概会分成这三个部分 好 首先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Ethan 就是 因为现场工程是蛮多的 所以 是我会讲太多 那Ethan 刚 就是有提到说 他是第二代区块链网路 因为他是 他的精神是起于Bitcoin 那Bitcoin他的这种 区块链网路 他很简单 他就是有点像是 就是 只是一般的 像Coin的交换 交易而已 那如果说你想要在上面 刨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式的话 他本身也做得到 但是他 不是很好写 就是 他的那些 白口 就是那些code 是很 就是 是像Assembly那样子的 所以Bitcoin这个专门人 他就提出了一个说 他想要做一个就是 去中心化的 区块链网路 但他上面可以刨 就是客制化的code 那这边客制化的code 就是所谓的smart contract 那他在2015年 7月30号就已经launched 一直 直到现在 就是中间有经过几百的更新 这样子 好 那 他的设计 一点多版本的设计是这样的 就是 目前他的 他跟Bitcoin比较不一样 Bitcoin是 大家可能有听过 就是UTXO的系统 那 你是因为他的设计 就是account-based的系统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留缺点 然后目的性也不一样 UTXO的系统 可以把它想像成说 他就是 每一个人 就是手上会有一些零钱 那你在交易的时候 就想去并并商店买东西 你是付一些零钱 然后找回一些零钱 那account-based 就会有点像是 银行的账号 就是你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 有多少钱 然后我从这个钱 就是 每个商户都会有余额 那我转账的时候 就会从这个余额 扣掉一些钱 这样子 那 那他的东西也算法是 呃 在1.5多的版本 都还是poop-6 那未来一定的2.5的版本 就会换成 就是poop-stack PoS 这样子 那他的就是 在储存资料上面呢 他是他采用的就是 Mircle Patricia Sheet 的方式去做储存 那我不会太琢磨 这个 资料结构 因为他比较复杂 会需要多比较多的时间 那大家有concept 那 基于这样子的 资料结构去储存的话 他可以达到就是 压缩资料 以及快速验证解释 因为区块链 区块链资料很多 那如果要去验证一个 Transition的合法 或是验证一个block 合不合法 都需要比较有 查询速度 比较快的资料结构 那再来就是RLP 就是 Requestive Land Critics 他是一种编码的 去区块链上面特定特有的编码方式 所以要也是用来压缩资料 那再来就是 以太坊引进的就是 Gas跟Gas Price 这样子的概念 在Bitcoin上面 我们都会知道说 你花 你花一笔Transition 就是使用者付费 所以你会有一些Transition fee 那他的Transition fee的算法就是 你的Transition的大小 就是你的Pi 你数量有多大 然后所以越大 你付的钱就越多 那 以太坊这边特别提到 就是 他是有Gas跟Gas Price的概念 就是等下 就是跟Byte不太一样 就是等下会提到 再来就是 因为他要跑Smart Contrains 所以他有EBM 这个东西 就是有EBM 存在一个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 这样的方式去 跑他的Smart Contrains 然后结果就存在 Store的局面 然后 下面这个是 因为我在做通编的时候 我想去把他别 管别人的下面 其实我想要讲的是 因为他是Account Based 所以每一个Account 其实都会带有一个 所谓的Account Nounce 的角色 那这个Nounce 的东西 他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对 后面也会特别提到说 他可以用来做什么 好 那 首先先了解一下 在以太坊上面 他的帐 就是Account 它分成两种不同的形式 就是一种是所谓的External Only Account 就是EOA 那它是由Private Key去Control的 所以说当你要发送一个Transation 或是证明说 这个Transation是你的时候 你就会用你的Private Key 或者是Public Key去做验证 那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Account 叫做所谓的Contract Account Contract Account 是用来输存 就是Smart Contract Code的 所以当你要跟Smart Contract 去做互动的时候 也就是你把它看成是一个账户的 也就是说你在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帐户去做互动 其实这个账户 他背后的是 端程式码 好 简单的图 就是假设我们有三个 就是三个User 那他们都是 所谓的EOA的Account 那每个Account 其实Private Key 可以导出Private Key Private Key的前20码 就是所谓的 adress 那上面准叉开走叉 这是以太坊他的adress的表示方法 那EOA跟EOA之间 它们可以互相传送tansation 所以如果是你的tansation 是从EOA的账户 发到另外EOA账户 那就是一般标准的tansation 那如果说今天这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Counter Account的引进的时候 你会发现Counter Account的adress 其实是涨的跟就是一般user的adress 没什么两样 所以当你从adress上面 你是没有办法判别说 这个 没有办法直接从adress上面去判别说 你的这个account是属于Counter还是属于一个EOA account 那刚刚有提 刚刚有看到说EOA可以传 就是发送一笔交易给另外一个EOA account 那Counter能不能发起交易给另外一个account呢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Counter本身是实的 它只是一段code 它必须要有人为的trigger 它才有办法触发 所以其实Counter account它的作用没有什么 它就是储存程式码而已 那你要发动上面的程式码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EOA account 它去发起一个交易去触发这个Counter 然后Counter再去触发下一个交易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左边这个EOA account 它inviature了一个translation到这个Counter account 那它触发这个Counter account的时候 它可以再触发 不用拍 我会公布 我之后会把图片放回去 所以因为我觉得这看起来没有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们之后有兴趣 我之后把图片放到网路上 然后 所以当 就是当有一个人呢 它发送了交易之后呢 那发送交易到一个Counter account 那触发了Counter account 某个人 就是Function的时候 这个Function可能会再触发 另外其他两个translation 给其他可能是EOA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Counter account 那 它其实这个是有点层级的概念 我发送了一个交易触发了Counter Counter还可以触发另外一个Counter 所以我在上面有特别做编号 就是当第一的时候就是第一层translation 然后触发了Counter account之后 Counter会再发两个translation 分别是1-1跟1-2 那因为1-2本身也是一个Counter account 所以它有可能再触发第三个translation 就是 第三层的translation 就是1-2-1这样子 所以你有可能在一些像EaseScan 这样的Explorer 它里面会特别去Parse 这些所谓的Internal Translation 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 translation里面它的Layer 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好 所以 因为Account分两种 所以translation分两种 一种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的Standard 就是很简单 它就是U-A account传到U-A这样子 那Counter Translation是这样的 Counter Translation呢 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种就是 这个Counter 这个Counter是用来CreateCounter用的 第二个是所谓的Counter Invocation 它就是用来去触发就是Counter上面的某个Function 那怎么这样去区别这两种选择呢 就是看它的Tool 就是我们在Translation上面 你可能会有from某个Edges到to某个Edges 如果当tool Address是一个空的字串的时候 那就代表说 我这笔Translation其实是要CreateCounter用的 CreateCounter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Translation里面的某个Data的栏位 直接存到就是Ethereum的网络上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的tool是一个Counter的Address 那它就会去执行Data这里面的所要执行 指定的Function跟它的参数 那前面两种是最基本的Translation 另外一个Translation就是所谓的Internal Translation 那这边我特别去解那个 就是EtherScan Explorer上面的图 就是你可以去看到说 它其实是 这个Internal Translation就像我前面讲的 就是当你发一个交易触发的一个Counter之後 Counter又可以去触发另外一个Translation 那这种由Counter触发的Translation呢 就会是所谓的Internal Translation 那这比较需要就是 有些Explorer它可能会去Parse这样的内容 有些Explorer 然后一般的Explorer可能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是 就是在GoEtheron的RPC提供的揭秘里面 并没有特别提供就是跟你说 这个Translation里面它包含的 那些Internal Translation 就是必须要额外再去修改 可能要改扣啊 或什么的 要有办法Parse出来 那EtherScan这个Explorer呢 它就是有特别再去Parse 这里面的内容 所以它有办法呈现这些Internal Translation资料给大家 好 那Translation的作用是什么 Translation其实 我们在讲区块链 就是以区块为单位 区块里面包着所有的Translation 那你把区块想成是状态好了 就每一个区块的转移都是一个 像就是状态竟样 就是从不同的状态端到下一个状态 然后每个状态之间比较相连 那Translation其实就是去改变 这个整个区块的状态 那当一个block产生的时候 它会依序的去执行 它包进来的一些Translation 所以说不会有 如果你的Translation是有照顺序的话 那它就会依序的去执行 就是这个权权群执行完结束之后 它可能改变了一些状态 可能改变了Balance 也可能改变了Smart Country里面存的Storage 然后执行完之后呢 就会是形成就是在这个block 比如说可能是6122 769 这个block的状态 然后到下个状态呢 就会有个新的权权群去做 就是Apply完之后 它就会得到新的状态 然后一路下去 好 那上面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 就是以太坊的知识 对 然后 接下来我想要讲的就是 前面有大概讲说 Account是什么 然后Translation是什么 那实际上Translation 它的Life Cycle是怎么样好的 你可以分大概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如何去组出一个Translation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Sign这个Translation 然后再来就是Broadcast 最后就是Mind 好 组一个Translation呢 其实就是 这也是我去抓Explorer上面的图 那它大概需要6个欄位 然后前面有提 就是依序这样看一下的话 第一个就是From 就是你总是要写说 就是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Translation 是从哪边发出来的 那它一定会是一个EOA的Account 然后Who呢 就是你的接收法 那接收法有可能是一个EOA的Account 也有可能是刚刚讲的所谓的Contract Account 然后再来就是Value Value指的是说 我就要从AE轉移 Value轉移多少 Ether到2 对 所以你也可以转移就是你的资产到一个Smart Contract Account 因为像我们譬如说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 所谓的MatiSig的Smart Contract MatiSig的Smart Contract 那像这种Smart Contract 它其实是用来 保管资产用的 所以这个 所以你如果当你 就它是一个 所谓的Smart Contract的钱包 那你可以透过这种 就是把全成全的方式 把钱 达到这个Smart Contract 然后由这个Smart Contract 去Skill你的资产这样 所以这个Amount 就会带有金钱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钱 存在某个Smart Contract 然后再来就是 呃 对不起 再来就是Gas Limit 然后Gas Limit指的是说 刚刚有提到说 Etheron它引进的两种 就是两个 引进的Gas这个概念 那Gas其实指的是说 每一个Transation咨询都需要资源 那每一个资源呢 它都有就是 需要耗费的一些能源 那如果说像我要执行这个 这个Transation 我愿意就是 花多少的资源 来去执行这样的 这个Transation 然后这边指的是说 假设是一般的 就是standard的Transation的话 其实只要是 两万一的Gas 它就可以 就可以这样快的Block Period 然后又可以 不要造成 又不会造成太多的分支 那 Uncle Block不是 无限的去包的 你一个Block 至少 你能最多就只能包 两个Uncle Block 然后 你能够 往前追溯的Uncle 也只有 就是最多就是 七个Generation 他会做这样的限制 是为了避免 有些人 只挖Uncle Block 有一些 在比较早期 可能协议没有 写得很完整的时候 就有发 所谓Uncle Miner 这样的 Attack的现象 就是有些Miner呢 他只挖 所谓Uncle Block 就是他故意等 就是 他就不想要做太多事情 他就可能就是挖很慢啊 什么的 然后就只要 他就只walk在这个圈 他always都是挖Uncle 那挖Uncle 那挖Uncle的现象就是 你会 就网路上如果有很多人 都是只挖Uncle 那就失去了 一直有人去 就只会有少数的人去 去维护这条 就是在这个圈上面做事 那其他人都只做 就是都只拿Uncle Reward 所以他这边就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 每个Block最多就只能包 Uncle Reward 然后你最多只能回缩 七个Generation 大概是这样 你相信应该有多问题 等一下 对不起 想要问一下 Uncle Block的Reward 是谁给的 是谁给的 就是钱从哪里来 或者是Gas从哪里来 他没有Gas Uncle Reward就是 他就是铸币 就是像Block Reward一样 Block Reward就是当我挖出 就是无中生有 就是Minder他挖出一个Block 他得到Reward 就是这个网络申签出来给他的 Uncle Reward也是一样 网络 对 好 等我等下 请问一下就是那个Uncle Reward Uncle Block里面的Trancession是有效的吗 无效 所以只有他自己Reward 跟自己的NineP是有效的 因为Reward是寄在主券上 Reward是寄在这个券上面的 OK 所以 喔 了解了解 好 所以追问一下 所以4A的那个Minder是没有钱的 嗯 他不会拿到 他没有拿到Block Reward 但他在这个块的时候 会发给他Uncle Reward 但他这个4A 这个Minder 他所挖的Transation 是不算数的 Transation不算数 可是他的Block Reward也没有 Reward有 他只有Uncle Reward 他只有Uncle Reward 他没有Block Reward 喔 因为杖士记在这条券上面 理解 所以如果说像现在的小框框 在就是Block 5的这个Minder上面 他所得到的全部的东西 对 如果他包4A的话 他如果选择包了4A这个Uncle 他就可以 除了自己的Block Reward以外 他还可以多得到3分之2的Block Reward 所以他总是可以得到3分之2 但是2分之3 但是3 对 好 等我一下 那如果你包进去的Transation 又是5效的 那你包开吗 你说对他来讲吗 对啊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啊 他在Wall 他正在算 他对5来说的话是有效的 对5来说 对5来说 他就是Minder 后来大家选择Follow他这条圈 所以对5来说 他的Transation就是有效的啊 哦 对啊 那对4A来讲 他不知道他当初 他不知道他会输别人 了解 那可以问问 up to 7 generations 那如果4A下面还有小孩呢 你说4A下面 继续 继续做事 那他这个券啊 如果你都不要看其他 一直看黄色的 所以对黄色来讲 他也可能也有自己的Uncle Reward 他也可以有 但是整条网络上的记帐啊 也就是所谓的合法的Balance 都只会记在这个图线上面 那昨天 譬如说5 我现在去收4A 但4A还有小孩的话 那4A的小孩我要送吗 不会 因为你要对5来讲 对5来讲 他看的是合法的 如果4A的小孩 4A的小孩 他看的他的 他的Parent的Hash 是直到4A 对这条圈来讲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把4A的小孩 剩下来就放成 对 好 你会有时间的问题 我以为你太短了 好 好 你刚说的那个是跟 Bitcoin跟Bitcoin Classic 的这个问题 有关吗 有 或 或 或 他问的那个问题 4A下来 有Block 是一个For 吗 有 不好意思 我可能不太懂你了 意思 不太懂 我尝试讲一下 就是他可能想要知道 就是像这样子 会不会造成For 是吗 只如果说4A下面还有的话 会不会就是一个For 是吗 如果4A继续往下做过的话 他还是有可能会被 如果只要他的Total Difficult 或就是用 比这个 绿色的海浪感高的话 这时候网路就会整个翻转过去 去参考这个黄色的这条圈 对 但是为了避免这个状况 所以他才用了这个 所谓的On-Hole-Law 他想要让这些 所谓的分支 最终都可以 merge 回原本的Main Chain上面去做事 而不要太发散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On-Hole-Block 要储存什么东西 就是他除了Header 应该是要存的 那假设他里面的传塞訊 有没有记下来 选塞訊 有没有记下来 对 比如说我现在 可能4跟4A 然后有一个相同帐号 不同浪子的传塞訊 然后在4A是 就是4A的穴块收一个 然后4收一个 然后两个人不同 就是相同浪子 相同帐号的传塞訊 那这个 因为传塞会不同 那下个验证4A的时候 这传塞人是要记下来 开始不用 如果你的这个block 有被广播出来的话 然后节点有接收 他是会把它记下来 但是 但是 现在的blockchain的状态 就是follow this blockchain 所有接收到的合法的block 其实在节点上面 都会存下来 对 那 为了就是预防 有reorgan的发生 那 虽然我把它记下来 当我再去验证的时候 我一律都是follow mainchain 这条上面所记载的状态为主 我的想法是说 他如果4A已经确定 变成一个uncle 那我要怎么去validateduncle 他会把里面的传塞认给记下来 总是去验证这uncle的正确 对 因为他 他问题应该是说 什么时候会final 不是我的问题是想说 或者说 整条链在sync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我是从头sync到尾 那中间很多知识线 那知识线上面 有些传塞员 因为我拍圈 这些传塞员 会不会也存在database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要去怎么验证 uncle也是valid 对 所以我刚刚有讲的 就是只要你是一个 所谓的合法的vlog 所谓的合法vlog 就是说 你传塞是合法的 然后你的vlog参照的 就是他的parentvlog 也是合法的 只要整个vlog都可以被verify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合法vlog 合法的vlog 不论他是uncle 或者是man 他都会被存在节点上面 所以uncle的所有资料 也都被存下来 对 对 好 我们九点了 所以我们就是降低 不理打的那个次数 所以 也看没了 也看没了 这二页 应该是 这二页 对 然后就是 网络上有一些在做 就是explorer 他们就会有一种 视觉化很fancy的图去看说 现在分叉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像这上面这个红色 就是所谓的uncle block 那有一些线 这样 然后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 有兴趣而已 去这个网站上面去看说 就是 你的block是怎么 被generate出来的 然后他会动来动去 这样 好 讲完了 可以 大家给米娅一个 掌声 然后 我知道就是 因为刚刚 中间休息的时候 已经有跟我讲说 就是讲得非常仔细 然后很精彩 所以我们就 不要让米娅太辛苦 我们就 嗯 开开三个问题 然后 想要问问题的先举手 刚刚有问过的 就先不问 呵呵呵呵 这样好不好 公平一点 还是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 让大家都一起问 想要问问题吗 三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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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 没有 好 那就这两个哦 呃 先先从这边开始好了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你上面在一开始 有写说 你有参与过那个 PBFT的开发 就是East Time 包的开发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们当初在开发 因为现在好像是 在JPMorgan 那个BHOP的那边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当初开发的过程中 就是你们是怎么 比如说跟那个 比他利他联络 啊 因为他把你们站台 之类的 就是怎么去整个 整个过程是什么 整个开发的过程 开发 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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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蛮好奇的 就是说 要怎么获得这样一个认证 说他愿意说 诶 你们这东西没有问题 然后觉得你们做得很棒 这样 我必须说 他不是没有问题 他有一些就是 就是 在看concensus上面 我们会考虑到 finanity 跟lifeness safety 就是这种 一些指标 那 当初为什么会开发 IBFT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早期是在做所谓的联盟链 那联盟链 其实就是几个 几个认识的人 认识喔 认识的人 他们组成的一个区块链 那 他们既然是在联盟链的里面 其实我不需要太去中心化的concensus 因为我想要的是高效率 所以开始有 IBFT这样的 想要开发IBFT这样的演算法出现 都是为了解决 就是 想要有比较快的效率 然后较到比率比较短的 这种concensus出现 然后比较能够应用在 比如说银行 他们那边使用的情况 那我们并不是一开始 比较短的其实是我们公司的顾问 那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去找他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寻找 所谓的联盟链适合的 共识有哪一些 那大家可能会说 像一些分布系统 他可能是用REP 或Parsals这种 共识演算法 那后来我们考量说 在联盟链里面 虽然说彼此是认识的 但是他就是有点像 几个公司的结盟 那每一个人起一个节点 公司要有一些 Full Torrent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找了 所谓的PBFD这样的演算法 那之所以为什么改名呢 原因是因为 PBFD它的这个演算法 它只是一个共识演算法 但它实作在区块链上面 它需要有一点点微调 那时候我们并不是第一个人 去做PBFD这个演算法 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 像Consensus他们 有一个Tandermin的团队 他们其实就是 Propose的一个像 BFD的这样的Consensus 那IFFD呢 其实是去参考 Tandermin的这样子的Consensus 然后再微调 就是我们再改了一些 其中的几个步骤 是把它套用在 Etherin的这样的网络上面 对 所以整个流程是这样 那我不晓得比他的一个有 有帮我们站台 可能有 但他应该 在他的角色里面 他其实是很乐于 看待这样的发展 因为 就是 应用场景有很多 有像这种完全去中心化的 但也有企业等级的 所以对企业等级来讲 其实像POS 或是POW 这种的公司预算法 其实是 不是很符合他们的 使用情境 所以他会很乐于看到说 在医院上面 有这样企业的发展 对 那这里为什么 我说他不是完美的原因 是因为在 我们开发第一代IPFT 之后 有些人就是 有去验证 我们里面的几个步骤 去 还写了一篇配音 去讲说 他里面 其实会有一些 大型的问题 所谓的大型的问题 所谓的大型的问题 就是 他有可能在某一个 惡意节点 做二之后 做二之后 之后 他的整个block圈 会停止propose block 就是 这是我们当初 第一代IPFT 的一个 就是一个被证实的issue 所以 之后有人 再去improve 所谓的IPFT2.0 就是 他们有propose出来 但他们并没有实作在 在coron上面 也没有实作在coiden上面 他们实作在别的 就是别的client端 对 大概是这样 我都讲太多了 没有 我们学习很多 来 可能分成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确定这个block 是finalize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刚刚讲的uncle block 或是brock 他们收到 网路给他们的reward 那 那是不是这样finalize 的时候 他才能够动用他的钱 不然他钱花掉 然后 说 欸 那个钱还我 已经花完了 对 在UOW的世界里面 永远没有所谓的 欢迎用来 是这件事情 只有confirmation 当你在一个transation 或是reward 不管是transation 或是reward 都是在mig的当下 他有一个confirmation 但一个confirmation 其实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信心程度 因为他有可能 在下一个block 他就被reward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多等 几个confirmation 比如说可能等六个 十个甚至一百个 confirmation 来去确保说 当我等了 这么足够的confirmation 那如果有人 真的还要再去reward 做翻转reward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必须要想办法 挖出一个 比我更长的链 或是偷偷比我更难的链 那他需要耗费的算力 或是他要 买空很多minor 来帮他做这件事情 那他成本就会比较高啊 所以才会说 等到 可能等到一个 你觉得信心程度 如果比较足够的 confirmation量之后 你就可以有 比较足够的信心去 相信他说 你拿到这个钱 已经不会被refer回去了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 所谓的block reward 跟uncle reward 什么时候 才会 才能拿来花 都是在你认为说 一定的confirmation 够了之后 你就可以花了 他有良心的人 他有确定 他有那个钱 我们现在讲的是没良心的 他只要拿到他就花了 他可以拿到就花 他花了之后 但是对别人来讲 他不一定能够 应该是说 但是你组练上 你没有这个钱 所以他无法验 所以说 他的钱 善良的人 也会变成 全能够 你网上给商品的话 就不会怎样 他牵扯到 我们说 那个整整个已经被运行 今天已经热烈到 大家可以讨论 我没有太好了 对 讲师都没有 你们自己讨论 好没有 我觉得就是 因为时间 我们这边到九点半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私下 因为我觉得 我也会很有兴趣 不过我们现在开放最后 有个问题 last one 等一下讲师不留下来 所以我们不现在问的话 有没有 好 瞬间就有三个人 所以我 好该怎么办 那 woman 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 像你们那个 算的方式啊 不然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 现在有一台是超级电脑 他就一定会抢到 所有的那个 就是 legent 的那个工作 就是他 就是变成 他每次都放人家算钱 那他真的就可以去 去控制整个人 就是 看这个 如果 如果 如果像 美国 这样的国家 然后他们的 超级电脑实验室 愿意花他的算力 去控制这样的整条链 也是有可能 没有不可能 但是解题都是这样的 刚刚有提到说 比如说 在剪POW裡面 他里面的解题 他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暴力解 所以说 即使你是超级电脑 你也必须 要偷 要暴力解去解那个题 那对于其他人而言 他有可能 运气比较好 他一开始 他可能Random 挑那个Nuts 他一开始就挑中了 所以 即使你是超级电脑 你还是有很大的 他有一些几率是 你是会Fail的 你是没有办法解 就是比别人慢 解出那个题目的 这是为什么POW 还是那么多店 喜欢试用的原因 虽然他很好电力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 随机性也够 然后简单 而且直觉的 公司演算法 对 所以说 的确是 你可以有一个超级电脑 他的Hashpower 非常非常非常强大 但是他 即使他的Hashpower 非常非常强大 他还是必须更大 他只是可能 有可能 算得比别的 跨一点点 但这是继续性的问题 对 我可以叫喽 哈哈哈哈 那我旁边说 我的Mind 有一个人 通通想要取消 没关系 我想问你 可以跟他那个 好所以是接续性的问题 就是 又我有听说 以太用 又为了避免 就是 Asic 所以他的 就是 他的那个解题方法 好像是吃Rain 可以避免超级电脑 中心 对 应该是说 他的算法 是想要给 一般的电脑 也可以 算的 所以他并不是说 你的 就是 比如说你的GPU 或是比我很强 你就是可以算得比较快 因为他的 真的有点讲有点细 其实他的那个算法里面 他使用了大量的 所谓的查表 那查表这件事情 就是有点像是在Memory 比如说 一个很大的表 你必须一一的去查 才有办法去得到 真正最重的解 对 所以他用这种 透过这种方式 来去抑制那些 想要用算力 真正的 就是CPU很强的人 就是 来解体的 这种 这种机器 对 的确是 听讲没有错 太厉害欸 等一下最后可以留下来 就是交流 那我们今天就是 再次鼓掌 谢谢我们的讲师 今天讲得真正好 那 你自己决定看 你要留下 要大家围绕着你 还是怎么样 好 就是 对 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大家有 有问题的话 我这边没有话 我就聊 有问题 有问题 就大家问 可以说 或是有本 或是要来 就是 了解 要不要了解 那我们 对 有问题 继续 好 那在这个行情之后 我可能会放下 我的一些 然后 就是说大家 不管是 以前的IPP 有读问 或是 对你参考的读问 就我们或计所知道的 继续来 最简单 就是我们下次 再办一场 然后再请Mia 好 所以 再次谢谢Mia 再次谢谢大家 然后 我再讲一下就是 因为 我跟Mia认识不熟 可是 其实台湾有一群 就是 在区块链业界 然后 学习到很多 然后也觉得 就是想要把这些知识 传递给大家的 所以就是 大家如果 之后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可以多参加 然后可以多多跟你的 社会朋友讲一下 就是到底怎么样 这样子是真正区块链 不要跟我讲什么币啊 什么投资啊 就是 这都不是 可能 我们真的想要讨论的问题 所以再次谢谢大家来参加 谢谢 Email的话 大家不用我来跟讲 那个 等一下就是 如果你没有留下 你的email address的话 我们会把 在外面的动作牌跟 我们的工作人员留 然后我们会把 就是 讲师的 他愿意给的资讯 给提供给大家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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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你的人 你work 没有 刚刚我这个很爽 因为刚刚我这不是很爽 现在 我那方向在表达 我好像有副过 我发过了 就是有點像是儲值的概念 一個預付卡的概念 他預付了多少個GAS在裡面 那當他再去挑這些全聖訊出來的時候 他會逐一的去執行它 那執行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全聖訊 他真正的GAS的用量是多少 然後慢慢的去一個一個去執行全聖訊 然後慢慢的填滿這個block 然後在Miner他在挑這些全聖訊的時候呢 他除了是Oder by Nux以外 他也會Oder by Price 所以說才會說GAS給的越高的全聖訊 他比較越能夠越早被包進block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提到說空氣關係是合法的 所以有一些Miner他也不能講到自信 他可能就是純粹就是要來賺block reward 那他可能就會不斷的去挖這個空氣塊 他也不願意去執行任何全聖訊 所以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就是 所有其他的Miner都有在包全聖訊 但就只有一個Miner不包這樣子 那為什麼他不包傳聖訊 因為他包傳聖訊還有手續費 那為什麼他不包 block reward 遠大於手續費 其實是這樣 那你包在Miner的世界裡面啊 就是你能夠越快打包block是越好的 所以你會 其實你在跟其他Miner競爭那個時間 那執行Transation會需要時間 所以你包的Transation越多 你的執行時間就越長 那你能夠賣出blockers 你就會比別人買 所以才會有一些Miner他會 就是他寧願就是去放棄這些 所謂的Transation費 然後想辦法去算 去解那些難題 然後讓自己的blocker 可以趕快的廣播出去 那為什麼還是會有 像這種Miner他基本上是少數 這取決於說 那你可能想說 那我大家都挖空氣塊就好啦 不行啊 因為如果我的Transation都沒有被包的話 那你的這個網路就fail了 沒有人會去吸那裡這個網路 你的整個區塊率就會失敗 所以基本上Miner他不會做這種 他會希望是雙贏的局面 所以他會 他可能不會包 就是把自己的blocker塞得很多 那他會盡可能去包一些 他覺得就是 比較有價值的Transation進來 那我想要追問就是 Downdoors Orders by Price跟 Binance 是哪一個限 Price跟Nuts Price 是Price會限 OK 好 剛剛講到那個 他的order 如果 那個是由client判斷嗎 minor和client 比如說他不一定要caller 對 所以他 對 這是default 所以才會說 minor也可以改他自己的 就是client判的程式 就是不挑任何Transation 那他也可以就是 就是只挑特定的人的Transation 就是剛剛說Price跟Nuts 可是如果是相同帳號是Nuts 是限嗎 對啊 對啊 但他在 其實是這樣的 我這邊沒有特別畫圖 就是 每一個account呢 他都會有 他都會 每一個account的Transation 一定是order by Nuts 對不對 然後針對這些account的第一個Transation 就是在第一位的Transation 他再去order 就是再去order by那個Price 所以其實 這些已經都是 你Nuts by order 這一定是固定的 一定是Nuts少的 那個先備之心 然後再來才會 就是考慮那個Price 對 那還有規則是local 大於人工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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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大於人工這件事情 就是一旦是在Transation 或裡面而且是pending的話 他們是同等的 那你所謂的local大於remote 這些事情有可能就是 minor其實他可以自己去 就是他可以自己去 去加他自己的邏輯 就是我只執行我localTransation 我不要remoteTransation 他也可以這樣做 那所以這邊提到的都是 在所謂的GoEthereum的1.9.2裡面 他的default的邏輯是這樣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如果說用這個邏輯的話 那就是那個Gas的Price 是不是會一直增加到 如果說很多人在使用這個網路的話 可能會超過某個程度 然後以至於你的Transaction 會非常的貴 對 對的確是 所以之前很紅一陣子 就是所謂的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Kitty貓牌什麼的 一個 對 Foodle Kitty 他一退出的當下的時候 所有的Transaction的Gas牌 是整個標高 所以說 在這個情況下面的話 有些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就是 有所謂的排擠效應 但因為就是 他就是一個 以價值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就是出了錢 所以你 就是對蠻人來講 他只想要賺那個Transaction費 所以如果說 今天網路很融色 就是我一個block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一個block 其實最多也就只能 包到380的Transaction 如果說你想要 就是在這個當下 網路已經很融色的話 你只能用Price 來去決定他的先後順序 那這個情況是一時的 等到說 這個熱度消退之後 他就會這樣又回到比較低的價格這樣子 對 但是在Ethere 2.0的時候 其實有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 不要 不要透過就是 因為現在Ethere 2.0的價格 非常就是 互高互低 對應到實際上的價格其實是 就是 比較 有時候會很安貴 有時候又很便宜 他沒有辦法去預估說 一個Transaction的Course 實際上的Course是多少 對啊 所以這之前也有人在研究 這個東西 我追加一下 就是那個NARS 在同一個帳號簽證 然後按照順序 對 他所以 這個當中 是一個都不能漏 是不是這樣 對 如果漏了一個 這整個Transaction 很明顯要 要Rollback 你漏了Rollback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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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Rollback 就是每一個Transaction 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NARS就是那個Transaction的編號 那 如果說 只要其中 所以每個Transaction都是獨立的 Transaction一旦被執行 就是被執行 他沒有Rollback這件事情 然後 就是 對於一個Account而言 他的Transaction就是 一定都是照編號下去執行的 所以你有可能 在你在SignTransaction的時候 你的NARS計算錯誤 你可能少了 比如說剛剛講的 你可能少了 4號這個Transaction 那 一旦你的網路上面 就是 對網路上的人來講 只要你少了 這個Transaction以外 你的 第5、6、7、8個 的Transaction都沒有辦法 在網路上被人家接受 對 所以對一個Account而言 你的Transaction的簽法 一定是要照著順序來 你不能跳著 可是 如果我說 某些情況之下 我給的那個Gas Feed 不夠的時候 中間那個就死掉了 他就永遠不能執行 我後面又追加 那個 升高的Price 後面的Transaction 大拼命長的做 結果我前面那個 就掉了一個 你前面這樣掉了一個 你就必須去想辦法 把它補起來 就是你的Transaction 一定是照著 第一個 01、12、34這樣去做Ballcast 就是0、12、34去產生出來 然後去做Ballcast 只要你少了一個 你就去 只要你少了一個 不管是他被別人撞掉 或者是你發送不成功 你都要想辦法再做 重送這件事情 對 好 謝謝 我來問一下 因為現在 現在其實 呃 你說NUNS其實有兩個維度嘛 一個是全部的 然後一個是 這個Account NUNS就是只有這個Account 它是 對 NUNS是這個Account 自己的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例如說 可能在場有10個 那就會有10個1 之類的 這樣子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 NUNS 所以才會講Account NUNS 對 所以就是自己的Account 如果沒有事 是我們自己被卡住 而不是全部的 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 對吧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剛剛說的那件事情 是不會影響到大家 會影響到你自己的 所以你自己要把它裹起來 不然就會傷害我自己的好 等一下 在一個 一個Block上 那個Account NUNS是可以執行多的嗎 單一的Account 沒有 一個NUNS就是保一個Transation 所以 比如說 就是說如果一個Account 做了三個Transation 它不可能 它一定要在三個不同的Block上 被記錄 在不同的Block 不是 Transation是獨立的 一個Block 它可以包很多Transation 但這個Transation是誰的 它不管 所以你有可能 你自己包了三個Transation 但這個Transation 它在同一個Block裡面 但在同一個Block裡面 它一定是照順序的 對 那 如果這個Account同時接收跟發的話 他們也可以在同一個Block上嗎 可以 可以 對啊 因為你是接收方不影響 那我問一下錢的問題 因為剛剛有說就是 如果說像 礦工 它可能會包一個空的這種 那我想要大概知道一下就是 像它就是如果包Transation 然後再加上 Miner的那個獎勵的話 大概是不是差多少 差多少 我沒有特別去看欸 但就是譬如說 現在的Miner reward是 兩顆Ether 就一個 一個Block 一個Block是兩顆Ether 但Transation 整個Transation的Transation費 大概就是0.0.多 整個的OK 對 所以說 有些人會裡面 去鑽那個 兩顆Ether 對 那如果你是Local跟Remote 的話 有查嗎 的Note 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Local Note 跟Remote Note 有查嗎 不會 沒有Local Note 跟Remote Note Local Transation Local Transation Local Transation 跟Remote Transation 對 OK 好 再等我一下 再動一個就好了 就是 這我剛剛那個Nounce的問題 就是 它執行的Transation 會依據你的Nounce的程序 去做執行 那今天 比如說如果Transation 的Nounce 我想要把它 取消掉 那我可以Override跟Noor嗎 可以 你Override Noor 是指說 就是我想要Cancel這個Transation 所謂的 沒有辦法做Cancel 所謂的Cancel 只能把To設為自己 然後Amount清成0 然後Data清成空等 所以 但你Transation fee 還是要付 不要緊 對 但如果它進 一樣是它如果進門底 就不能再幹 對 如果它已經進block 就不能了 不要緊 對 好 緊 一樣繼續 太好了 我撐到了一個小時了 好 那 剛剛有提到就是 Gas price其實是會影響就是 就是礦工它 要不要挑選你的一個條件 所以 Gas price很重要 你給的多 就是代表說 你足夠的Balance 就要多 因為它是一個預付的概念 所以說 如果你一開始 Gas price給的很高 Gas price跟Gas 你給的很高的話 那你一開始的Balance 就要比較足夠 就比較浪費錢 那 你給的太低 礦工也不願意收 那就是 現在就是有一些explorer 它就會提供所謂的 就是 estimate gas price這樣子的功能 那它上面就會標說 喔 如果你現在給的是 以這個 以這個explorer來講 它這邊可能就建議你說 如果你這個Transation 你給CG位的 就是 Gas price的話 你可以在 兩分鐘內 你的全程序就會被打包 那如果你給的越少 你的等待的時間就越長 那每一家explorer在計算的方式 都不太 它們預估的方式都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 準不準就是 看 就是看大家使用的狀況這樣子 那大部分都是先去 其實邏輯沒有很困難 大部分都是先去 往前預看可能200個block 然後去調這個block裡面的 中位數或是最小值 然後去取一個平均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minor它挑完它想要打包的Transation之後 它接下來就會去 一一的去執行這些Transation 那Transation執行的 步驟大概是像這樣子 就是 講設我這個Transation的Value就是 就是是300 300位 然後Gas0.0的我設200 然後GasPly設1位 講設是這樣 那我這個Transation整體的Cost 其實就是400 那對Sender而言呢 一開始 對Sender而言呢 它其實一開始 它會先從它的Balance去扣掉 這些所謂的預估的Cost 就是400 然後等到 等開始執行 開始要執行 就是Transation的時候呢 就是它會去 一個一個OP Code 一個去算 然後每執行一個OP Code呢 每一個OP Code 它都有 剛剛有講的 每一個OP Code 它其實都有對應的就是 價碼 所以它就會開始一一的 譬如說我原本預付的Gas是 200 然後執行的第一個OP Code 扣掉的是 然後Gas Price指的是 指的是說 每一個Gas它都會有 就是你願意花多少錢去買這些Gas 如果你需要花 兩萬億的這樣的Gas 去執行這樣的Transation 那每一個Gas 你願意花多少錢去買這樣 那所以說 Gas乘上Gas Price 就會是你整個Transation的Cost 那再來是Data 那Data的欄位就是 其實如果是在Data欄位就是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它用途可以是Bad 又或者是 執行Smart Country需要帶的一些 Function 的Function 面或是跟它的Parameter 就是它一些參數 所以當這個整個 組完之後呢 你把交易發到 區塊鏈上面的時候 等於是說 你就可以告訴說 區塊鏈 如果那些Mine 你要怎麼去執行我的這個Transation 好 那你完Transation完之後呢 下一步就是要 這邊我剛剛講過 就是 再多講一點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Accountdowns的概念 那Accountdowns其實是 就是一些 就是一個整數 那它是從0開始的整數 那它的引進是為了就是 因為我們是 就是因為以太坊是 Account-based的系統 所以當它在發送 選誰群的時候 它其實是為了避免就是 被replay attack 所謂的replay attack 就是我 對 我把一筆錢發給A 然後同一筆錢 我要發給B 那它為了去區別說 這樣的交易 兩個交易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引進了 Nons的概念 所以如果說 對於一個 某一個Account A而言 它在發 它在發送選誰群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定 就是其實是 照著順序來發的 也就是說 它會有Nons去擋 所以當我在發 譬如說 Nons 1的時候 我重複發了兩次 Nons 1的translation 那 在區塊聯網路上 它只會接受 其中一個translation而已 那再來就是說 有了這個Nons的概念的時候 你也可以透過就是 發相同Nons的translation 來去overlap掉你的前一筆的translation 那 Gaith剛剛有提到說 它其實就是 你 就是執行你的translation 需要花多少的能源 那 如果是否 一般的standard的translation 它就是 它的最小的 Gas Gas 是2萬1 那目前 一個block 它的 它能夠濃納的 Gas limit 是 800萬 應該吧 800萬 然後 所以說 如果是 如果說這個block裡面 全部都是 打包數 就是這種standard的translation的話 那一個block 就可以包 380個translation 然後如果說 你的translation 是smart contract的話 那 它一個block裡面 能夠包的translation 數量就會變少 在Bitcoin 也是有一樣的概念 只是它是用 bite 就是一個block 它可以 它有 它最大可以打包 就是最大的bite 數量是多少 然後 每一個translation 它就是 它是看說 每一個translation 它都有一個size 所以說 這邊對比到 Bitcoin的概念 就是 Gas就是bite 這樣子 然後Gas limit 就是整個block的size 那 translation fee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Gas 乘上Gas price 那 這個呢 會在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你會給定一個 Gas limit 就是 這個translation 你要 事情 要花多少Gas 所以 當 一開始 再還沒有被包進block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translation fee 但當包進block的時候 實際上 你並沒有用到那麼多Gas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translation fee呢 就會講就是 它會 它會 就是實際上的TX cost 是會在你賣進block的時候 才會 就是才會是正確的 然後一開始都只是 所謂的初估的 對 那如果就是初估的跟原本的落差多的話 你要補充啊 對 對 對 所以這個在後面也會講到 有一個問題 就是 Gas你平成是自己射的嗎 對 那假設我現在都是賺錢 那只要付兩萬一的Gas 對 那如果這時候我就把Gas那邊 然後八百萬 那這樣會不會就是 我就 然後把Gas可以射高一點 那這樣我會不會把你 什麼路都塞高 因為它每個區塊都是高的一個 不會啊 不會啊 因為它包的時候 它每包一個它就會執行 它會去算你這個translation 你實際上的Gas的使用量是多少 Miner它是看 Miner它在包的時候 它會一個一個去apply一個translation 所以當我apply完之後呢 我就會得到 我就會得到 那個translation實際上的使用量是多少 但如果 你這樣做會有一個很大的確定 就是 等一下我提到說 你故意給Gas 你給很大 然後Gas price給很高 那你本身你一開始就要 就有足夠的balance 去付這些錢 因為它會先預扣 對 剛剛你講很多translation的時候啊 它怎麼保證所有的translation 是可以在同一個 那套命完整 你說什麼 剛剛 對不起 我們為了大家都聽得到 所以我們發問 用愛別風號的法案 就是剛剛有一個圖片在講說 那個translation可以fot out contract 什麼 contract再fot out EOA 對 那如果它是多個的translation 它怎麼保證它是全部都會成功 它是一個一個translation去執行的 所以當我在執行這個translation的時候 就是它 環境是這樣子 它是你在mine transaction的時候 把它就是一個一個translation去執行 當我在執行第一個的時候呢 我會觸發另外一個internal的translation 它會把這個部分完成之後 它才會再去往下做其他的translation 就是往下做translation 所以意思就是說 剛剛你的例子裡面 這些translation都會在同一個block上 對對對 因為它是一個translation所觸發出來的 所以在那個translation裡面 它就會完成所有的事情 好 那還有問題就是 你剛剛聊到 那個nounce可以overline 有沒有可能是 發了前一個nounce之後 已經被寄進一塊 然後再發同一個nounce 它有時間差 所以 如果它已經被賣進去的話 你就會不會有辦法overline 它只有在pending的狀態的時候 你才會有辦法overline OK 好 謝謝 我一定是講得不夠好 那如果說 觸發之後 在某一個點 它fail 那它前面這些 全部要一度roll back 對 它會rever 但是花的gas 已經花了 所以會扣掉手續費 我兩千 謝謝 怎麼辦 你在前面問完 這邊我在後面有 沒關係 我們後面再問更多就好啦 好 這樣好 我把錢緊張說 不要緊張 我把錢後面30分鐘就講完 不會不會 我們超多問題的 你先講 好 那這個表呢 是我從某一個網站上抄過來的 它這邊就是有特別提到說 每一個smart country裡面 可以編譯成很多的opcode 那每個opcode它都有價碼 那這些價碼就是上面有特別 就是有寫說 如果是stop add 或者是承法 監法 出法 它使用的opcode 使用的gas是什麼 但它這邊有點寫錯 就是它上面是寫 對不起 它可能有點模糊 就是它上面有寫price 但其實是所謂 它這個opcode它要消耗多少gas的意思 對 對 對對對 太好了 握住手 好 就是 當我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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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完一個translation之後 下一步就是要去 sign 這個translation 那 在 以太坊上面去使用的是 ECDSA的這個 非對稱性的加密演算法 那它所謂的非對稱性就是 你會擁有一個private key 然後它也會有對應的private key 那它 細節我不會講太多 因為它會牽扯到比較多數學運算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就是 之後我朋友會看出來 每一個東西我都會附上就是 reference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它的精神是這樣的 當我在 就是 當我要對這個交易去做簽章的時候 我是用private key去sign 那sign完之後等於是說 網路上其他人可以用public 就是我的address 去verify說 這個translation是不是由我 這個人去簽出來的 然後 去驗證我 是不是 它是不是一個合法的translation 以及我是它的owner 這樣子 對 好 好 先這樣講一塊 然後再講bocast 所以當我們 嗯 不要完全這群完之後 也簽完了全這群 我們就要把這個 全這群 bocast到網路上面 那你在bocast到網路上面的時候呢 就是你可能會起一個節點 或者是你可能使用 市面上的 手機錢包 或者是 網站的錢包等之類的 你會發到 某一個節點 那在這個節點呢 它會透過一些bocast的同步 把這個translation 一路 orcast到minor端 那每一個節點呢 其實它都會 maintain一個memory 然後那個memory就是 去存這些所謂的translation 所以 如果 所以每一個 所以你會每個節點 它都有自己這樣的view 所以其實每個節點 看到的translation pool 不完全一樣 那它取決於說 你跟你連的peer 有哪一些 如果你連的peer多 那你接收到的translation 就會比較多 那如果你在一個網路比較暢空的環境 那你 你接收到的選水選點會比較多 Mia我可以先問一下嗎 因為我覺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為什麼一定要bocast 可是我覺得bocast 在區塊鏈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對不對 嗯 可以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你說bocast 對 因為你 呃 區塊鏈其實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個 去中心化的網路嘛 所以說 就是當你的translation 就是 你不可能只有在你這個節點完成 因為你要把這個交易 廣播到所謂的minor手中 因為只有minor 才有辦法去 儲存 去執行的translation 跟 把它記錄在區塊鏈上面 所以你會需要 所以在區塊鏈上面另外一個 嗯 協議就是 它會透過一些p2p的協議 然後像bocast 這樣去廣播你的translation 那p2p這個東西 不是區塊鏈特有 就是在一般的網路上也會 也一樣 如果大家有用過一些 嗯 所謂的p2p下載 下載 下載東西啊 等等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 那 想要強調的是說 在每一個節點 其實他們都會 呃 每天一個所謂的translation pool 那 每一個人的translation 每一個節點看到的 translation pool都不一樣 那根據 跟 因為translation pool 因為它是memory嘛 所以說它有一個大小的限制 所以你不可能無止盡的去接受別人廣播來的translation 不然你的memory就會爆掉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面呢 translation就會被分成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local transition 一種是所謂的remote transition 那local transition指的是像這樣子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user呢 他直接把translation廣播到某個節點 所以對這個節點來講 我來用這個 對這個節點來講 他接收到的這個translation 就叫做local transition 那他收到了translation之後 他會再把bloodcast給他臨近的節點 那所以對這個節點來講 他是接收別人 別的peer傳給他的 那這個translation 對這個節點來講 他就是所謂的remote transition 那他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當如果你是local transition的話 那這個節點一定是你自己 自己maintain的自己期的 所以說 他是會 就是 他會是直接被保留下來的 也就是說他不只存在memory裡面 他還會寫在可能disk去做暫存 避免他不見 那針對remote transition 那針對remote transition 剛剛有講到說 translation pool他的size 是一定的 那如果當我的translation pool 滿的時候呢 首先我可能就會去job掉 那一些所謂的remote transition 那現金來講 我們就是以太坊融入上面的translation量 還不至於到這麼多 所以說 只是說你們可能就是有時候在做實驗的時候 可能會發了大量的translation 在自己期的private chain的時候 那有可能就是會發生這種job transition的情況 就是因為你的translation pool滿了 那他必須維持他的size 所以他必須就是丟掉一些 從其他節目傳過來的translation 嗯 嗯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像local跟remote 因為你說local通常都是自己host 嗯 那如果說我沒有 就是我發 我想要send這個translation 可是我沒有host的那個 那個節點 那如果我就傳出去 然後第一層那個也算是local 然後如果是透過其他peer 廣播接收來的 就叫做remote transition 對 那這個是 這個這個 還有人有問題 對不起 那個 那你說remote如果滿了他會drop 那如果local買了 如果滿了他就會 就會盲下去 所以說你有可能會發生一種情況就是 你的機器太爛 他的memory太小 那他到最後 你的 就是你在跑完那個節點 他就有可能會 因為off memory crash 所以在一開始的參數設定 就是要很小心 如果你自己有host的節點的話 那你也要能夠去monit 他的memory的用量 對 那我剛剛有特別講到說 其實translation目前的量 沒有搭到 就是我們現在memory動不動 就是32G 64G的 所以其實還好 除非是 但這個情況就是 當你在自己 起一個private chain 你對他做壓力測試 或是你要自己 就是有特殊用途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所以你有可能 在開發者那邊 你可能送了很 你可能送了1000萬個translation 可是發現 欸怎麼被賣的可能只有幾個 因為有一部分 有可能是在broadcast的過程中 被其他的peer給撞掉 那再來就是translation圖呢 的另外一個 就是裡面他也會去區分 所謂的pending transition 跟queue的translation 那就是 剛剛有提到那個 accountdowns的概念 所以 這個圖可能沒有很清楚 好 那所謂的pending transition 把它想成說 它已經是被verify過後 然後而且可以直接 被執行的translation 叫做pending transition 那queue的translation是什麼 剛剛有講到說nons嘛 nons就是不斷累 不斷累加的數 就是一個 就是從0123是這樣爬去 那你在廣播translation的時候 因為網路速度的關係 有可能你會先收到nons 比較後面的translation 例如就是 5 可能你先收到567 但中間呢 你可能miss掉就是nons 4的這個translation 那對於 對於broadcast來講呢 這個567呢 它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因為它還卡在就是說 你一定要先執行nons4的translation 才能執行567 所以在translationpaw裡面 它會先對translation做兩個區分 說 當它收到translation的時候 它先去看說 這個nons是不是 對這個看來講 是不是連續的 如果是連續的話 而且又verify過後 它就會把它放到 所謂的pending queue pending pull裡面 那如果說 它的nons是跳好的 有不連續的狀況 它就會放在que的裡面 那放在que的裡面呢 就是它就只會一直 放在translationpaw裡面 它連廣播都不會 有問題 等一下喔 不然想詢問 所以這樣代表說 每個node都要記錄 所有帳號的nons到哪裡了 對 那 剛剛有提到說 Nons有另外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拿來做 所謂的override動作 那override一個translation 就是只要你是同一個sender 然後在相同nons底下 然後給比較高的gas price 你就可以做 就可以直接把 從左邊這一個translation 換成右邊這個translation 那這邊有特別提到說 你的gas price要高於10% 這是它原本的 就是這個系統的設定 那這個是一個config值 也就是說 它其實是對節點來講說 它這個是一個config 對這個節點來講 default值是你的gas price 是要高於10%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設低一點 或甚至就是可能只有一% 你就可以接受 那你要 其實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邊都是default的值 那也就代表說 網路上大部分的人的節點 可能都是用default的值 除了minor以外 minor它有可能 為了要直接收 比較高gas price的translation 所以它有可能會改這個值 那一般我們來起節點的時候 都會只會使用default值 所以如果說 你一旦就是把它的值調低 你可以調高 如果你把它的值調低的話 有可能就是 你這個translation 你這個節點不斷的 接收translation 但你廣播出去的時候 都被大家reject掉 所以說就是 大家在設定節點的時候 要特別的小心 那它能夠override到什麼程度呢 只要你的front nons跟gas price 是正確的其他 你也可以換掉你的 就是接收方 你的data跟gas都可以換掉 那因為這些資料的轉變 所以你的translation hash一定會變 所以有時候 如果說有一些像 在用一些手機錢包 然後你在 你一開始可能給的gas price 或是就是很低 譬如說可能只有3G位 那現在網路上的translation 就平均的gas price 已經高到20G位 那你又不想要等那麼久 你可以就用 把gas price調高這種方式 來去加速你的translation被執行的 被抱歉巴拉克的時間 這樣子 有問題等我一下 想請問一下 就是如果我只要override 之前的那個translation的話 必須要在同一個伯伯的地方 下次我第一次送出去 是要這個node 然後第二次我想改 他就會 send到其他node去 那是不是就沒辦法再recover 不會啊 因為就是 只要是一個translation啊 他每 其實其實translation都是獨立的 只要在廣播 只要他還沒有被抱進block裡面 他只要你可能先廣播了 Atranslation 然後Atranslation 已經存在在廣播上面了 然後你再去對其他的節目 廣播Btranslation 那B這個translation 他也會重新被boardcast 只要translation破 每一個translation破裡面 他發現到說 他接受到的這個translation 其實是要說override的動作 他就會去改變他的translation破的狀態 對 那我想要追問 就是如果nones這邊是不會改變的 那你剛才有說 就是因為他在process那個translation的時候 他會用nones來排名 那如果說假設說我現在一直在等待 就是可能沒有被process 那我就調稿嘛 就像你剛才說 我就想要調稿我的gase price 然後他會就是 還是會排名在那個nones裡面 就不會改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就跟nones去做old的 那你也只是去override那個nones的translation 對 好 等我一下喔 那接續這個問題 就是 當你同一個nones 就是發出去的時候 然後如果其他的remote node 然後如果其他的remote node 付我的話 他把你這個東西drop掉 那你就沒有辦法override它 對 所以override是機率 就是你能不能override成功取決於你 就是你廣播的夠不夠徹底 那這也有時間差 也就是說 當你想要做override這個時候呢 你的miner已經把你的第一筆 就是先前的translation已經打包了 那一旦被打包 你就沒有辦法執行override這個動作了 好 那translation已經曬完 也被廣播了 那接下來就是等 所謂的miner去打包他 那怎麼樣去 miner會怎麼樣去打包translation呢 miner本身自己也會有 maintain一個tX的pool 那他是這樣 就是在這個tXpool裡面 他只會去挑那些所謂的 剛剛有講到 會有paintingtranslation跟q的translation 他只會去挑所謂的paintingtranslation 那paintingtranslation就是 第一個他的translation本身 一定就是合法的 就是 不能裡面亂塞一些奇怪的事 或是address是不對的 那再來就是 他一定要是被sign過的translation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nons一定要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如果 你的nons 譬如說nons4號的translation 已經被包進buck 你又再發了一個nons4號 這時候他就不會考慮 他會直接抓不掉 那 miner是怎麼去打包這些translation呢 剛剛有提到說 每一個miner其實他在 每一個miner他在打包 translation的時候呢 他會去考慮到說 目前他的 好 那最後一個當解 其實是 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怎麼好好的講 這件事情 因為paw其實說 概念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說 他就是解一個很簡單 就是解一個難題 但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我本來想說 就是 到底是要講深一點 還講深一點 後來我今天講深一點 對 好 在講真正的paw之前 我們先討論到說 為什麼 我們會需要consensus 為什麼會需要懂事 那 大家都講說 所謂的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所謂的去中心化 就是 每一個 每一個節點 都是獨立的個體 每一個人都有資格 參與這個網路上面的活動 那 你每一個人 既然都可以參與這個網路上的活動 也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所謂的 礦工 礦工有reward 那 每一個人都propose block之後 那到底我要相信誰的block 所以你這時候就 開始有共識了 那共識其實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們要推一個 所謂的 就是 我手上有那麼多的block 假設 有 這三個 那 到底我接下來的block 要follow誰的block 我們想做 那 對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在討論就是 我們要 我們的consensus 要能夠預防 所謂的double span 因為 你有可能 propose了兩個chensation 這個chensation 被包在一個block 那另外一個chensation 被包在第二個block 這個chensation 它的nons 一定會是一樣的 就是 你 等於說你兩個chensation 然後它的nons 一樣 然後你把錢 鑽給 A 然後把錢鑽給B 然後分別這兩個 分別被包在兩個不同的block 那不可能兩個block都成立 一定只能挑其中一個block 這件事情就是為了要預防 所謂的double span這個 好 好 那 你 我們就是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能夠在 這麼去中心化的網路裡面去達成共識呢 第一個就是 我一定要挑一個所謂的block proposal出來 那我挑這個所謂的block proposal呢 他做的行就是所謂的記帳 他替這個區塊鏈的網路去寫這個所謂的state 去幫大家去做snitch up 去寫這個詐本 那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去當這個角色 所以 也不可能都由同一個人去當 那為了公平信 他必須要能夠 就是 任何人去產生 這是為了去避免說 有同一個minor 他能夠去控制整個網路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即使你的translation被抱進block 是取決於minor 他的心意怎麼樣 他今天可以邁出一個空的區塊 他也可以只選擇去打包那些特定人事的translation 然後他也可以去排擠某些translation 所以說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就是由一個minor去控制所有的網路 所以你在挑block proposal的時候 需要就是 能夠盡可能的隨機 那挑出來的block proposal 因為他那麼辛苦 去幫大家記帳 所以他一定要有這個旅握 他才會 就是有旅握才能夠 激勵網路上的人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網路上的人 就是在block 所以這就是consensus 你的consensus 你的共識呢 要能夠去決定一個 這樣子的bub proposal出來 對 所以 不管你在看pow pbfd pos 其實都是 挑一個這樣子的bub 就是bub proposal出來 那怎麼挑就是 這個consensus 他怎麼去寫 好 好 那我們就提到說pow 那pow其實就是 其實是最簡單且直覺的共識了 因為pow不是pow他說的事情就是 他我們都知道說他是去算一個很難的問題 那他的設計的原則是這樣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要公平性嘛 所以你必須要讓每一個人他都可以去 他都有這個能力可以去解這樣子的難題 去達到所謂的去中心化的這樣子的概念 那再來就是你為了要預防說只有一個人 會去控制所有的網路 所以你在解的這個題目呢 他其實是隨機的 他並不是 當然每一次解的題目都長得不太一樣嘛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機率也會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想像這個題目其實像是指一個骰子 那骰子這邊假設就是有這麼多面 有20面的骰子 那我可以設一個題目是這樣的 就是第一個直到小於3的人 他就是這一次的blogproposer 在這一輪 那下一輪我可能就會想說 第一次直到小於19的人 他就是blogproposer 那你可以去想像 直到19 小於19的機率 跟直到小於3的機率 一定是直到小於19的機率 就是來的高 也就是說 比較簡單 那如果我今天把題目設成說 直到小於3的機率 那就是定神值1或2 對吧 所以你說這個機率就 每一次直的時候 你的機率就比較 比較困難 對 那接下來 這個是POW的 他的設計的原則 那在進入到POW之前呢 先講就是hatch狂取 但大家都工程師 所以我覺得就算我講的 可是很清楚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所謂的hatch狂取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把一些 我們會有一些 嗯 input 這些input的可能是一圈數字 或是 或是一個檔案 或是什麼東西 一個video 反正是一個document 他透過一個function 之後會去轉出來 一個數字 那hatch function呢 他做的事情其實 是這樣的 就是 你這個hatch function 他一定要能夠 所謂的達到 一對一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數字呢 一定會對應到 這個 然後這個數字呢 一定會對應到 這個檔案 然後再來就是 他是不可 不可逆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 從這一邊去 推回原本的樣子 就是原本的檔案 長什麼樣子 然後 呃 這邊有提到說 這邊是所謂的 呃 真的呢 就是說 呃 在hatch function裡面 他的 他不是 呃 他每次 每一個檔案 經過hatch function出來的 一定會是長一樣的 然後再來就是 必須 就是必須沒有碰撞 這樣子 也就是說 你不會有兩個檔案 出來的 經過hatch function之後 他會是對應到 同一個數字 因為他對應方法 都是一對一 那 再就是開始講說 所謂的pofer work 他是怎麼清醒的 因為我們剛剛都在講說 他是在解一個很難的題目 他必須要 那個很難的題目 必須要是 你很難算 但是很簡單的 去 verify 那剛剛有提到說 hatch function 他帶有這樣的特性 就是說 呃 回到前一眼 好 hatch function他有一個特性 是說 你從這條路過來很簡單 但從這條路過去很難 所以說 他就 他又達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可以 呃 呃 算得很 呃 從這條路過去很難 所以我在pilldown 裡面的事情 世界是解 從這個方向的難題 從這邊過去很難 但我等到 我算出了一個nance的值的時候 由這個檔案 就是再加上那個nance的值的計算 我就可以去 verify這個東西 所以說 pillwork 可能有點像是這樣 這個keycap 是以太坊上採用的一個hatch function 那 他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 就是這個參數呢 其實是幫黑的 那 中間這個 123456750 這到20呢 假設這是 這是所謂的nance 然後 這個hatch function 是這樣的 就是 我把這個加上這個nance 這個hader加上這個nance 呢 我會算出一個hash h值 好 那 pillwork是怎麼樣 就是pillwork就是說 我把這個挖空 然後呢 每一個block呢 我都會有一個 你們要去算計算的題目 這個計算的題目是這樣子 就是 hatch function裡面 你帶黑的 黑的是大家都固定的 然後nance 是一個問號 然後tard是給定的值 那你要一一的能夠去算出 這個 把nance挑出來 去算出說 最終你的這個hash值 要小於某一個tard 所以 沒有別的方法 你可以隨機的去挑這個nance的值 你也可以繼續挑 其實說出來就是所謂的暴力 就是暴力把 你就是一一的把值帶進去 然後算出這個值 然後有沒有小於這個tard 就是算力比較快的人 他的hash rate比較快的人 就是量有等級比較好的 他可以執行的速度比較快 那他有可能就有比較高的機率 能夠去算出這個所謂的nance值 那這個是算出來的方法 因為他必須要用暴力把錢 所以他要用時間跟CPU的運算 然後也耗電 然後去算出最終的這個nance值 那我在verify的時候呢 因為我已經有了這個東西了 我在verify的時候就很簡單 譬如說假設算出來是10 是20好了 那我就在verify的時候 就把hater這樣20 然後看去驗證說 他這個值是不是小於這個card 對 好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去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每一個在網路上每一個人呢 他都可以成為minor 然後你如果成為minor 你就可以去 就是參與這樣的算數打賽 那 所以你在網路上開始就會 每個minor就開始會去 各自算自己的block出來 然後廣播出去 那剛剛有提到說 到底誰 所以每一個人如果都propose 的block出來的話 那我要聽誰的話 我要往哪個方向去找 這時候就會去看說 他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他的fork choice rule 就是選擇total difficulty 最難的哪一條圈 那假設說 網路上現在有人propose的 這兩個block 那這block的 difficulty 是這樣 那total difficulty 指的是這樣子的加總 每一個block都有自己的difficult 那difficult的加總 就是所謂的total difficulty 那所謂的最長鏈呢 指的就是total difficulty 就是最難的那一條圈 我們就當作是最長鏈 那大家每一個minor 或是每一個節點 都是follow這個最長鏈為標準 那也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的下面 總是 譬如說我在這邊 我可能用功很用功 我去挖了其他去買 所以我有可能有一天 這個紅色這個圈呢 會比這個藍色圈 還要來得長 這時候本來 你再follow這個 到最後你會 在某一瞬間 你會轉過去 會轉回去 follow紅色這條圈 所以reopen的發生是 有可能的 那也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會講說 你的translation被包進8 可能也不是他的最終狀態 其實你必須去等 一段的時間的confirmation 來去確保說 這個block 你的chain 就是你的chain 不會再被 就是 再reload到另外一條chain 那目前 每一個區塊鏈 他們定的 所謂的confirmation 都不太一樣 譬如說 你 特別來講好了 他是十分鐘一個塊 那他的confirmation 比較多人用的 可能就是用 三個confirmation 或四個confirmation 就不夠了 那在以太坊上面 可能有些人 想要比較保險一點 他可能就會等 嗯 50到100個confirmation 比較久 呃 呃 就是那個瞬間 你的整條chain 會被reload成另外一條chain 大概是這樣 請問那個reward是要final嗎 還是出塊就給 出塊就會給 reward是出塊就會給 也就是說 當 可是最後沒有翻了 來 這個人都算 對對對 對對對 當你reload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也就是說 本來你的reward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 你把在這個區塊 你都要reward 但如果你翻到這個塊 這個chain的時候 你的reward就不見了 會不見 就不見 因為你變成你follow這條chain 對 那他的狀態就是跟著這條chain 那他已經沒有這上面的資訊了 對 那等一下會提到就是 呃 等一下 會不會跟我走 那我想 欸 妳講了嗎 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 呃 我想問一下 那個你說就是follow the most difficult chance 那個 怎麼樣去算說 他是 most difficult 喔 就假種啊 什麼東西假種 就是 每一個區塊 這邊有寫說 每個區塊其實都有 沒有他自己的lipped code 那他對這個區塊來講 那他對這個區塊來講 他的頭頭 最後一個 呃 這條chain的最後一個block來講 他的頭頭的lipped code就是 這些圈的假種 對 所以當我一個新的miner進來了 我要選擇follow誰 在誰的block底下 開始去work新的block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說 誰的total difficulty比較大 我就在他底下 再去挖新的塊 喔 所以那個是一個什麼值啊 就是 一個什麼的值 就是 就是一個數值 一個數值 對 就是有一點像是說 你解的這個題的難 的 difficulty的數值 對 對對對 所以會回到這邊來 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 大家剛剛有講到說 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如果你的這個target 設的越小 那就代表說 你的 你能夠找到 就是 因為你是暴力髮解嘛 你能夠你的 你的 就是 就是 成為解的 Hemidate比較少 那就比較難找到 那如果說 你的這個target 越大 就代表說 符合這個情況的 就是 答案就越多 好 那 difficulty 其實是這樣的 difficulty 其實就是 每一個block都會有一個 difficulty 這個 difficulty 是每一個block 會經過一些特殊的計算 算出來的 等一下會講什麼計算 那 那個解的那個這個target 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 2的256之方 處理那個difficulty 所以difficulty越大 target的這個值就會越小 所以 然後difficulty越小 這個target的值就會越大 所以再回想 剛剛講的 那種指塞這個概念 target越大的話 就代表說 你能夠越快的 算出這個解的 機率 機率就越高 好 所以 剛剛有提到說 這邊每個人都可以 有機會去採壞 那在 虛塊鏈 在以太坊的世界裡面呢 他是透過difficulty 來約定說 他的每一個block的時間 是多少 目前平均的一個block的時間 大概是13秒到15秒 他怎麼樣能夠去確保說 每一個minor他都可以買 他都可以在13秒到15秒之間 去賣出這樣的block 那就是取決於說 其實在最創始區塊的時候 他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difficulty 那在每個一段時間點呢 就是 Foundation他們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 提出一個half fault 來去調整這個difficulty 我們現在挖礦的難度會越高 或是 通常都是難度會越來越高 那 每一個塊都會去更新那個difficulty 他更新difficulty的算法是說 如果說我這一次 假設我去看這個 假設我去看這個塊 他的difficulty 就是要怎麼去算這個塊的difficulty 我去看說 前面這個塊的difficulty 然後還有他產生出來的這個時間區間 如果說他的時間區間是13秒 那我下一個塊我就會把它變難一點 因為我想要維持在15秒的這個區間 那如果說我上一個塊的產出時間是16秒 或是17秒 甚至是20秒 那就代表說這個塊的difficulty太難了 那他會根據他的block period 去計算新的這個塊 他應該有的difficulty會是多少 所以他會 所以盡可能的維持在說 盡可能維持在說 每一個block他的period會是 大概落在13到15秒區間 那13到15秒大家覺得很久 但他也 遠快落於 就是bitcoin bitcoin也是10分鐘甚至20分鐘才出一個塊 那在以太坊上面呢 大概是13秒到15秒 那basedblock time帶來的問題就是 你有很多所謂的被拋棄的區塊 前面這邊有看到那個紅色的區塊 他就是等於是Google 就是不要了 就是大家都只follow這個藍色的這條圈走 那你但因為出塊的速度很快 所以說 我們在網路上都會有一些所謂的latence 所以當我去賣出一個block的時候 我還沒有就是 我可能所在的網路比較不穩定 我的block 我賣出來的block 都還沒有廣播到其他人 其他節點身上的時候 那其他節點都已經做好 而且很完善的廣播出來了 那就導致說 如果現在mine很多 他們同時都在賣一個block 那後來大家又只認 其中一個block的時候 就會造成 你會有很多很多這種stealblock產生 那stealblock產生就會造成另外的問題 就是我的網路上的分岔會很多 就是可能會形成這種現象 可能很多很多 你有幾個minor 你可能就有多少個分支 那這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情況下面 你有可能會變成就是 會有一種就是centralized的現象 在BOW的視線裡面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算力則很大 那如果說到最後都是算力大的人 他們去拿走這個block reward 那對於算力小的節點而言 他會 第一個就是他不想要繼續挖 不想再繼續貢獻在這個網路上面 就是對這個網路的貢獻 另外就是說 那我就是 我就埋頭補幹我的這條chain 總有我就想說 總有一天我一定會翻轉過來 一旦我翻轉回來的話 因為剛剛有提到 會有reover的產生 一旦我有機會翻轉回來的話 我的reover就是一併回來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 為了避免這個現象呢 為了避免這個現象 就是在以太坊裡面就提了引進了一個 所謂的Ghost的協議 他就是 比較跟Bitcoin比較不一樣的是 Bitcoin也有這個現象 但是他是十分鐘一個塊 十分鐘的這個限制呢 是指的是說 他在這個十分鐘裡面 至少我產生出來的block 不管你網路在什麼 latency 很高 至少我可以 這個block可以完整的廣播到 大部分的節點身上 所以他fork的情況不多 在以太坊的節點上面呢 就是因為出塊的速度快 然後所以就會有很多minor 他們去做了這些 他們去花了算力 去計算出了這個block 但是呢 如果你選擇 拋棄的這個block 對他來說其實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也在做 他也在 他也有貢獻 那 為了解決剛剛所謂的 就是會有可能 會有centralized的現象 就是所有算力 全部都集中在礦池 這種角色身上 所以他就提了這個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說 這個協議就是說 我把這些 有共同一起 mine block的這些minor 彈生的快 我把它當成是 所謂的uncle block 那uncle block 可能本身也會有reward 所以說 uncle block本身也會得到一些reward 那minor如果去包這個uncle block 可能他也會得到一個 就是 包uncle block的reward 那從這張圖來看 假設說我們可能有 三個分 就是在某一個時間點 可能有三個分子 所以就是 有人賣出 有三個minor 然後賣出了4a 4跟4b 那到最後呢 4a 4這個block 他的toyote比比較高 所以他繼續往下挖 那他是這樣子做的 就是 當他在挖第五個block的時候呢 他會把 他看到的 前面的這個 所謂的 因為uncle 就是 對他來講 就是 我的爸爸的兄弟 就是uncle 所以說 對他來講 就是他會選擇把他包進來 那包進來的話 這個uncle block 對於這個block來講 這個4a就是他的uncle block 那uncle block 本身也會得到reward 所以 在區塊5裡面 他的reward是這樣算的 對於挖出區塊5的這個礦工呢 他可以得到 拉reward 然後對於 對於挖出區塊4a的block 的礦工呢 他可以得到 8分之7的 barreward 然後對於 嗯 對於我 選擇去包這個uncle block 的這個 minor而言呢 他又可以再多得到 三分之 三十二分之一的 那他做的這些事情呢 都是為了 讓這些賣uncle block的minor 他們會願意 就是 拋棄 繼續在自己 在自己的券上面 繼續找 他會 因為如果說這時候 因為我們都會希望我們 其實他想要解決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要減少分支 那如果說我不給這些uncle 就是這些 這些賣出這個uncle block 可能的reward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 會造成前面這種現象就是 大家各自挖各的券 這不是以太坊樂見的 所以他透過uncle block 這個現象就是說 你可以 可以這時候你可以選擇一件事情就是 我承認第五個這個區塊 然後我拋棄我這條券 然後拿uncle reward 或者是 我就不去拿你uncle reward 我就去work在這個條券上面 那uncle reward很誘人 因為他其實 只要你撥Case的夠快 你能夠得到的reward 其實是接近於 就是 整個minor的blog reward 那總不可能 就是 然後 對於一些 來的比較慢的人而言呢 譬如說像4B 他可能就是 略慢於4A 這個block 那他也有可能被 當成是uncle 雖然說他的 就是 他的 他隔了兩代 但是對於 譬如說 對於區塊6而言 他這時候他看到了 他也有看到這個 合法的 這個4B的這個bug 他也可以把它包進來 當成是他的uncle bug 這時候 對於4B而言呢 因為他 來的比較慢 所以這時候他得到的 blow reward 就會是 8分之6 而不是8分之7 因為他隔了兩代 那 對於 賣出block 他得到額外的 blow reward 也是一樣是2分之3 好 這樣 你使用的gas 譬如說 你那邊使用了80 然後乘上gas price 所以minor 他的balance 加80 剩下的呢 會refund 給原本的sender 就是 就是 原本你預付了200 所以剩下的就是 120 會退換給 一開始的sender 這是整個transation 執行的過程 那 transation 有可能會 在執行過程中 會有一些 問題 第一個就是 有可能會自己 fail 那對於所謂的 standard transition 而言 因為他只是做減三個 balance 所以他沒有 transation fail的問題 除非你gas price 給台幣 剛剛有提到說 gas gas limit 剛剛有提到說 最一般的standard 的transation 他的gas limit 是21,000 然後如果你給200,000 他目前的 控制 目前那些 抗愛的執行方 就是如果你給少於 少於21,000 少於21,000 的話 他就是直接regrade 這個transation 他不會幫你執行 就是在替他破了 就直接regrade掉了 所以說 對 那 在transation執行的過程中 如果你是smart contract的話 你有可能會 因為 城市裡面的邏輯 比如說可能requirement不滿足 或是裡面有執行一些fail 有一些fail 有一些fail的情況 產生的時候 這時候他 譬如說 在我在執行到這個opical 這個opical的時候 我發生了error 那這個opical呢 他 就是他的gas price gas limit 是30 那他30還是會照控 但是整個狀態 會被reflip回去 那minor的transation fee 照收 那剩下的gas沒有用到 他還是會退款給你 這是 嗯 那個counter執行fail的情況 那有一些 像explorer 他有一些explorer 他會特別去列說 呃 你的這個transation 的執行失敗 是因為什麼 譬如說 你這個 呃 這個 威力 他就是因為他的 他執行這個transation 執行這個smart contract 的時候發生的error 那error原因是因為這個 那這邊有看到 欸 應該是 這個 他這邊有看到就是 呃 扣掉一些 呃 gas 應該是gas used 是嗎 gas used 對 也幾乎還好 就是會有 就是 即使你transation 執行失敗了 然後這些 他還是會扣掉你的gas 的use 因為他是使用者付費 那minor提案 他花了他的算力 去幫你執行這個transation 那他要 就是收一些 收一些公本費這樣子 那狀態會標示成fail 所以 呃 如果說 一旦標示成fail的transation 就代表說他的狀態 其實並沒有 真的 就是被改變 所以如果說 自己在發送transation的時候 一定一定要回去檢查 這個 所謂的status 這個欄位 他一定要標記成成功 這個transation才是成功的 那有一些 呃 有一些 有一些開發者可能會漏掉 這個欄位 那他可能就 以為說這個 這個transation是有執行成功的 那他假設 如果他是所謂的交易啊 或者是買賣啊 那他有可能把貨出給別人了 但是 他錢沒收到 就會有辦法那種情況 有問題 就是上一張 為什麼它是cost是300加100 因為300是原本的 那100是 100是gas limit 乘上gas price 哦 我寫錯啊 對不起 我寫錯啊 這是我昨天晚上後晚做 沒關係 你懂 多體諒你 那我想問一下 sender的balance 減400 就是如果說 照這樣子 減500 減500 哦是減500 對 所以如果到 就是那個 X5 沒關係 我剛剛忘記了 為什麼 我比你更恐怖 好 sorry 對對對 我寫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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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實整體的cost是 500 對 對不起 好 那 呃 另外一個 tranetion執行會有fail的情形 就是 你的gas limit 給的不夠 不夠多 對 我這邊tranetion 這通編也是copy的 所以就是 上面那個cost是500 那 他會是在講就是 譬如說 我在執行每個op code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 呃 我的這個op code 他需要gas 是80 當然 我手 我身上只剩下一點點 就是只有50 但他會把那50 扣掉 也就是說 就是即使你all of gas 你gas給不夠 那對mineer來講 他就是全部把你 就是 撕掉 他不會因為你不夠 然後就還給你 沒有什麼事 對 所以你可以就是 就是在explorer上面看到 有些人 他的就是 這邊會特別寫 就是 所謂的off gas 這樣子的 所謂的error message 出來 對 然後他給的 給多少的gas limit 他到最後gas 就是這麼多 然後整個 全誰巡的狀態也是fail的 那我想問一下 所以這時候就不能再補了 對不對 就要再重發一次 重發一次 就等於這個 失敗的全誰巡 也要被進入在區塊鏈上面 所以失敗就是失敗 對 那我問一下 你真的回到上面這樣好不好 那我終於想到 我問什麼了 所以如果在sender balance 這邊應該是扣500 可是他就是 原本gas limit 就是 就是先給 就是這個地方200 是這樣嗎 還是說他就是先扣500 他先扣了500 然後在做這個全身學的時候 他就先把那個gas limit 的200 再扣起來 是這樣嗎 嗯 他先扣了500 假設他存在某個地方好了 那他 他其實他做的事情就是 你會有 你會有 其實是有300是要轉給 接收方的 然後剩下200是 出全身學 對 是一個破 然後等到他每次執行的opical 他就從那破 剪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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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他就會 就是轉給sender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圖就是對的嘛 所以minor balance 就是我賺到了 那200 然後sender balance 就是我 我應該是扣500 這樣 我應該要加500 ok 嗯 然後 這邊有特別提到說 剛剛會發生off gas的情況 所以 到底我要怎麼樣 就是 才能精準的去給 就是這個 the gas limit 那 嗯 一般的translation the gas limit 兩萬一字 就是最基本的 但是 這只是最基本的 那如果說 你特地在 剛剛有講到說 他有寫data的欄位 你data的欄位 你想要標註給說 喔 比如你像我轉帳給memo 你想要標註說 喔 這是for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用途的 的話 你等於是說 你在用虛塊鏈來幫你 寄這個帳 那這個data 額外的範圍 它也會有一點點的 它會收取一點點的費用 那一個bite 其實是個gas 所以說 什麼都 什麼最簡單的 就是兩萬一 然後只要你要多存一些東西 或多執行東西 就會比較貴 那你也可能怕說 自己的gas 給不足 所以給了一個超大的 10萬 20萬 30萬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給一個很大的值 然後 但是你也要有足夠的金額 就是你的balance 也要有足夠 因為它就是一個預付的概念 所以說 你的balance 本身要能夠足夠支付 這樣子的 就是translation比 一開始 雖然它之後會 就是 會refund給sander 對 那所以說 開始就會有人說 有些 像 就是 client 可能會提供這樣的方式 就是 所謂的 就是先去幫你 好 就是 撥算這個gas 應該要給多少 那它 其實就是只是它 你可能要跑一個節點 然後那個節點上面 它其實是去幫你 dry run這個translation 它也是一樣 然後去跑一個EDM 然後去得出說 喔 dry run完之後 你去 實際上執行完之後 你需要的gas的是多少 那你可能有拿到最重的那個字 再看要不要增加一點點 比較好險這樣 問題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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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個圖裡面好像只有gas limit 對 可是我願意付多少錢 就是那個價格 不會在這裡面 因為執行的 那個價格 就是我個人意願的 對 要怎麼展示 或者是怎麼樣表明 執行translation需要花的gas 是gas 因為它特地把gas跟gas 整個分開的原因 是因為gas limit 的用意 是要保護說 你不可以寫一個smart country 我可以 就是無窮迴旋的去執行 所以它用gas limit 當作是一個停順點 只要你的gas花完了 你的smart country 就結束了 你最多就是只能花這些gas 去執行的translation 那在smart country執行的裡面 不會有price這個概念 對 那price這個東西呢 只是為了就是 給miner的獎勵 就是 miner幫你執行的這個translation 他花了這麼多的resource 那他能夠得到的 的回饋 就是每一個 執行完translation的這些gas 這些能源 再乘上的這些能源的獎 就是他能夠得到的回饋 所以 那個issue 一個translation 的那個price之前 就要定出那個price 代理 代理 我想問一下 就是 那如果說我現在定了一個非常高的limit 然後 他的price定的非常低 那他會不會因為就是我定這樣子 然後 他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導致那個time over 就是over time 然後 他就error 對不對 error 不會不會 如果你的smart country沒有問題的話 如果你的translation是合法的 基本上不會有error 那 的確是 在deful的邏輯裡面 miner其實是根據price 去 去決定他要評分哪一些translation 所以 你可能 你可能就是 price 給很高 然後 但是你的limit 給很 就是你的 guess limit 給很大 然後實際上他去執行的時候 miner的確必須要花那麼多時間 因為他不執行 他永遠不知道說這個translation有多大 或多花時間 所以他能夠得到的information其實不多 那最簡單的就是 對賣人來講 他不想要去花那麼多邏輯來去判斷說這個translation值不值得執行 因為他在跟沒有競爭 所以他只能先用guess price去看 那guess price每個人每個執行下來的話 那 因為你的translation如果夠大 就是夠大 就是 大到就是 就是 排擠掉其他人的 那他其實對他來講 他能夠 他也得到了小隊員的translation的對過 的回饋了 對 只是說他需要花比較久的時間去執行 對 但他不執行 他永遠不知道說這個translation有多花時間 那當然啊 如果你也會想說 那我miner的話 那我是不是都不要去幫那些contract的translation 你也可以這麼做 但你這麼做 導致上 你就會 當miner開始想要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的時候 這些事情就會反映在 就是 現實生活中 你想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使用者 你每次發translation 都沒有miner 願意幫你包 miner都只願意包那些所謂的sandard translation 那 Itherin這個內容就會fail 那他fail的時候 他所代表的是他either就會沒有價值 either沒有價值的話 miner就會不開心 所以他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就是說 miner 他用這種經濟的方式去讓miner 不願意去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來讓整個網路fail 沒有 我是不是講太多 對 那我想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請問他miner是可以定說 我自己能收多少價格以上的 可以 可以 他可以收貴的translation 對 好謝謝 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好開心喔 好 接下來就是想說 剛剛前面提到的就是一整個translation 他的生命周期 就到了被賣進buck 就結束了 那 對於miner而言 他是怎麼去實現 就是 所謂的挖礦這件事情呢 那就現在 討論到說 為什麼在去快點網路上會需要有所謂的共識 就是 那最後一個章節 其實是 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怎麼好好講這件事情 因為buck 其實說 概念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說 他就是解一個很簡單 就是解一個難題 但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我爸也想說 就是 到底是要講深一點還是講淺一點 後來我決定講淺一點 對 好 在講真正的POW之前 我們先討論到說 為什麼 我們會需要consensus 為什麼會需要懂事 那 大家都講說所謂的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所謂去中心化就是 每一個 每一個節點都是獨立的個體 每一個人都有資格 參與這個網路上面的活動 那 你每一個人既然都可以參與這個網路上的活動 也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所謂的 礦工 礦工有reward 那 每一個人都propose block之後 那到底我要相信誰的block 所以你這時候就開始有共識了 那共識其實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們要推一個所謂的 就是 我手上有那麼多的block 假設 有 這三個 那 到底我接下來的block 要follow誰的block 往下做 那 對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在討論就是 我們要 我們的consensus 要能夠預防 所謂的double span 因為你 你有可能 propose了兩個 transation 這個transation 被包在一個block 那另外一個 transation被包在第二個block 這個transation 它的nounce 一定會是一樣的 就是 等於是說 你兩個transation 然後它的nounce 一樣 然後你把錢 賺給 A 然後把錢賺給B 然後分別 被包在兩個不同的block 那不可能兩個block都成立 一定只能挑其中一個block 這件事情就是為了要預防 所謂的double span 這個 好 那 你 我們就是 嗯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能夠在 這麼去中心化的網路裡面 去達成共識呢 第一個就是 我一定要挑一個 所謂的block proposer出來 那 我挑這個 所謂的block proposer呢 它做的事情就是所謂的 記帳 它替這個 這個區塊鏈的網路 去 去寫這個 所謂的stat 去幫大家去做 snish out 去寫這個詐本 那 不可能每一個人 都去當這個角色 所以 也不可能都由同一個人去當 那 為了公平信 它必須要能夠 就是 Random去產生 這是為了去避免說 有同一個minor 它能夠去控制整個網路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你的translation 被包進block 是取決於minor 它的心意怎麼樣 它今天可以邁出一個空的區塊 它也可以只選擇去打包那個 特定人士的translation 然後它也可以去排擠某些translation 所以說 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就是由一個minor去控制所有的網路 所以在挑block proposal 的時候需要 就是能夠盡可能的隨機 那挑出來的block proposal 因為它那麼辛苦 去幫大家緊張 所以它一定要有這個旅握 它才會 就是有旅握才能夠激勵網路上的人 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網路上的人 就是在發 所以這就是consensus 你的consensus 你的共識呢 要能夠去決定一個 這樣子的發 proposal 出來 對 所以不管你在看POW PBFT POS 其實都是挑一個這樣子的bub 就是bub proposal 出來 那怎麼挑 就是這個consensus 它怎麼去寫 好 那我們就提到說POW 那POW其實就是 其實最簡單且直覺的共識了 因為POW POW它說的事情就是 它 我們都知道說 它是去算一個很難的問題 那它的設計的原則是這樣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要公平性嘛 所以你必須要讓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去 他都有這個能力 可以去解這樣子的難題 去達到所謂的去中心化的這樣子的概念 那再來就是 你為了要預防說 只有一個人 你會去控制所有的網路 所以你在解的這個題目呢 它其實是隨即的 它並不是 當然每一次解的題目 都長得不太一樣嘛 然後再來就是 機率也會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想像這個題目 其實像是指一個骰子 那骰子這邊假設就是 有這麼多面 有20面的骰子 那我可以設一個題目是這樣的 就是第一個 直到小於3的人 他就是這一次的Vlog Proposer 在這一輪 那下一輪我可能就會想說 第一次直到小於19的人 他就是Vlog Proposer 那你可以去想像 直到19 小於19的機率 跟直到小於3的機率 一定是直到小於19的機率 就是來得高 也就是說比較簡單 那如果我今天把題目設成說 直到小於3的機率 那就是定乘值1或2 對吧 所以說這個機率就 每一次直的時候 你的機率就比較困難 對 那接下來 這個是POW的它的設計的原則 那在進入到POW之前呢 先講就是hash function 但大家都工程師 所以我覺得 就算我講的 可是很清楚 大家應該也知道 就是所謂的hash function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 我們把一些 我們會有一些 嗯 input 這些input的可能是一串數字 或是 或是一個檔案 或是什麼東西 一個video 反正是一個document 他透過一個function 之後會去轉出來 一個數字 那hash function呢 他做的事情其實 是這樣的 就是 你這個hash function 他一定要能夠 所謂的 達到一對一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數字呢 一定會對應到這個 然後這個數字呢 一定會對應到這個答案 然後再來就是 他是不可 不可逆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 從這一邊去推諉 原本的樣子 就是原本的檔案 長什麼樣子 然後 呃 這邊有提到說 這邊是 所謂的 呃 等等 就是說 呃 在hash function裡面 他的 他不是 呃 他每次 每一個檔案 經過hash function出來的 指一定會是長一樣的 然後再來就是 必須 就是必須沒有 碰撞 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不會有兩個檔案 出來的 經過hash function之後 他會是對應到同一個數字 因為他 對應方式都是一對一 那 在最開始講說 所謂的 pofer work 他是怎麼清醒的 因為我們剛剛都在講說 他是在解一個很難的題目 他必須要 那個很難的題目必須要是 你很難算 但是很簡單的 去 verify 那剛剛有提到說 hash function 他帶有這樣的特性 就是說 呃 回到前面 好 hash function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你 你從這條路過來很簡單 但從這條路過去很難 所以說 他就 他又達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可以 呃 呃 算得很 呃 從這條路過去很難 所以我在 PUW裡面的事情 世界是解 從這個方向的難題 從這邊過去很難 但我等到我算出了一個 NAS的值的時候 由這個檔案 就是再加上那個 NAS的值的計算 我就可以去 verify 這個東西 所以說 pofer work 有點像是這樣 這個keycap 是以太坊上 採用的一個hash function 那 他兩個 他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 就是這個參數呢 其實是發黑的 那中間這個 123456750 這到20呢 假設這是 這是所謂的NAS 然後 這個hash function 是這樣的 就是 我把這個加上這個NAS 這個hader加上這個NAS 我會算出一個hash h值 好 那 那 paw是怎麼樣 就是paw就是說 我把這個挖空 然後呢 每一個block呢 我都會有一個 你們要去算計算的題目 這個計算的題目是這樣子 就是hash function裡面 你帶黑的 黑的是daw固定的 然後 nus 是一個問號 然後toddy是給定的值 那你要一一的能夠去算出這個 把nus 挑出來去算出說 最終你的這個hash值 要小於某一個toddy 所以 沒有別的方法 你可以隨機的去挑這個nus的值 你也可以繼續挑 其實說出來就是所謂的暴力 就是暴力法 你就是一一的把值帶進去 然後算出這個值 然後有沒有小於這個toddy 就是算力比較快的人 他的hash rate比較快的人 就是量的等級比較好的 他可以執行的速度比較快 那他有可能就有比較高的機率 能夠去算出這個所謂的nus值 那 這個是算出來的方法 因為他必須要用暴力法寫 所以他要用時間跟 CPU的運算 然後也耗電 然後去算出最終的這個nus值 那 我在verify的時候呢 因為我已經有了這個東西了 我在verify的時候就很簡單 譬如說假設算出來是20好了 那我在verify的時候 就把hash rate這樣20 然後看去驗證說 他這個值是不是小於這個toddy 對 好 那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 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每一個 在網路上每一個人呢 他都可以成為minor 然後你如果成為minor 你就可以去 去參與這樣的算數打賽 那 所以你在網路上 開始就會 每一個minor 就開始會去 各自算自己的block出來 然後廣播出去 那 剛剛有提到說 到底誰 每一個人如果都propose的block出來的話 那我要聽誰的話 我要往哪個方向去找 這時候就會去看說 他還有一個 就是 就是 就是他的fork choice rule 就是選擇 total difficulty 最難的單一條圈 那 假設說 網路上現在有人propose的這兩個block 那這block的difficult是這樣 那total difficulty指的是 這樣子的加總 每個block都有自己的difficult 那difficult的加總 就是所謂的total difficulty 那 所謂的最長鏈呢 指的就是 total difficulty 就是最難的那一條圈 我們就當作是最長鏈 那 大家每一個minor 或是每一個節點 都是follow這個最長鏈為標準 那 也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下面 總是 譬如說我在這邊 我可能很用功很用功 我去挖了其他的循環 所以 我有可能有一天 這個紅色這個券呢 會比這個藍色的券還要來得長 這時候本來 你在follow這個 到最後你會 在某一瞬間 你會轉回去 follow紅色這條券 所以reopen的發生是 有可能的 那 也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會講說 你的translation 被包進block裡面 不是他的最終的狀態 其實你必須去等 一段的時間的confirmation 來去確保說 這個block 就是 你的chain 不會再被 就是 再reopen到另外一條chain 那目前 每一個 區塊鏈他們定的 所謂的confirmation 都不太一樣 譬如說 以 特別來講 他是十分鐘一個塊 那他的confirmation 比較多人用的 可能就是用 三個confirmation 或四個confirmation 就不夠了 那在以太坊上面 可能有些人 想要比較保險一點 他可能就會等 50到100個confirmation 比較久 所以在BOW這樣的consensus裡面呢 大家會談到說 他是一個沒有finality的 consensus 也就是說 你從 你always會存在一種可能性 跟那一個瞬間 你的整條chain 完全會被reopen成另外一條線 大概是這樣 請問那個reward是要final嗎 還是出塊就會給 出塊就會給 reward是出塊就會給 也就是說 當 最後沒有final 對 對對對 當你reward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也就是說 本來你的reward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 你本來在這個區塊 你剛剛reward 但如果你翻到這個塊 這個chain的時候 你的reward就不見了 會不見 就不見 因為你變成你follow這條chain 對 那他的狀態就是跟著這條chain 那他已經沒有這上面的資訊了 對 那等一下會提到就是 呃 等一下 會不會跟我走 那我想 欸 Mia你講了嗎 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 我想問一下 那個你說 就是follow the most difficult chance 那個 怎麼樣去算說 他是 most difficult 喔 你就假種啊 什麼東西假種 就是 每一個區塊 這邊有寫說 每個區塊其實都有 他自己的lippocode 那他對這個區塊來講 那他對這個區塊來講 他的頭頭 最後一個 這條chain的最後一個block來講 他的頭頭的lippocode就是 就是 寫圈的假種 對 所以當我一個新的miner進來了 我要選擇follow誰 在誰的block底下 開始去work新的block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說 誰的totallippocode比較大 我就在他底下 再去挖性的塊 所以那個是一個什麼值啊 就是 一個什麼的值 就是 就是一個數值 一個數值 對 就是有一點像是說 你解的這個題的難 的difficulti的數值 對 對對對 所以會回到這邊來 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 大家剛剛有講到說 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資材值 如果你的這個target 設的越小 那就代表說 你的 你能夠找到 就是 因為你是暴力法解嘛 你能夠你的 你的 就是 就是 陳薇捷的 hemidate比較少 那就比較難找到 那如果說 你的這個target 越大 就代表說 符合這個情況的 就是 答案就越多 好 那difficulti其實是這樣的 difficulti其實就是 嗯 每一個block 都會有一個difficulti 這個difficulti是 每一個block 會經過一些 特殊的計算 算出來的 等一下會講什麼計算 那 那個解的那個這個target 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 2的256之方 處理那個difficulti 所以difficulti越大 target的這個值 就會越小 所以 然後difficulti越小 這個target的值就越大 所以再回想 剛剛講的 那種資材這個概念 target越大的話 就代表說 你能夠越快的算出這個解的 機率 機率就越高 好 所以 剛剛有提到說 這邊每個人都可以 有機會去 產塊 那在 虛塊鏈 在以太坊的世界裡面呢 他是透過difficulti來 約定說 他的每一個block的時間 是多少 目前平均的一個block的時間 大概是13秒到15秒 他怎麼樣能夠去確保 每個minor他都可以買 大概都可以在13秒到15秒 直接去賣出這樣的block 那就是取決於說 其實 在最創始區塊的時候 他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difficulti 那在每個一段時間點呢 就是 Foundation他們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 提出一個half fault 來去調整這個difficulti 我們現在挖礦的難度 會越高 或是 通常都是難度會越來越高 那 每一個塊都會去更新那個difficulti 他更新difficulti的算法是說 如果說 我這一次 假設我去看這個 假設我去看這個塊 他的difficulti是多 就是要怎麼去算這個塊的difficulti 我去看說 前面這個塊的difficulti 然後還有他 產生出來的這個時間區間 如果說他的時間區間是13秒 那我下一個塊我就會把它變難一點 因為我想要維持在15秒的這個區間 那如果說 我上一個塊的產出時間是16秒 或是17秒 甚至是20秒 那就代表說這個塊的difficulti太難了 那他會根據他的blog period 去計算新的這個塊 他應該有的difficulti會是多少 所以他會 所以盡可能的維持在說 盡可能的維持在說 每一個blog他的period會是 大概落在13到15秒區間 那13到15秒大家覺得很久 但他也遠快落於就是bitcoin bitcoin也是10分鐘甚至20分鐘才出一個塊 那在以太坊上面呢 大概是13秒到15秒 那blog time帶來的問題就是 你有很多所謂的被拋棄的區塊 前面這邊有看到那個紅色的區塊 他就是等於是Google 就是不要了 大家都只follow這個藍色的這條圈走 那你但因為出塊的速度很快 所以說 我們在網路上都會有一些所謂的latency 所以當我去賣出一個blog的時候 我還沒有就是 我可能所在的網路比較不穩定 我的block 我賣出來的block都還沒有廣播到其他人 其他節點身上的時候 那其他節點都已經做好 而且很完善的廣播出來了 那就導致說 如果你現在mine很多 他們同時都在賣一個block 那後來大家只認其中一個block的時候 就會造成你會有很多很多這種stale block的產生 那stale block的產生就會造成另外的問題 就是我的網路上的分岔會很多 就是可能會形成這種現象 可能很多很多 你有幾個minor 你可能就會有多少的分支 那這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情況下面 你有可能會變成就是 會有一種 就是centralized的現象 在BOW的世界裡面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算力則很大 那如果說到最後都是算力大的人 他們去拿走這個block reward 那對於算力小的節點而言 他會 第一個就是 他不想要繼續挖 不想再繼續貢獻在這個網路上面 就是對這個網路的貢獻 另外就是說 那我就是 我就埋頭補幹我的這條chain 總有 我就想說總有一天我一定會翻轉過來 一旦我翻轉回來的話 因為剛剛有提到 會有reover的產生 一旦我有機會翻轉回來的話 我的reover就是一併回來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 為了避免這個現象呢 為了避免這個現象 就是在以太坊裡面 就提了引進了一個 所謂的ghost 協議 他就是 比較跟bitcoin比較不一樣的是 bitcoin也有這個現象 但是他是十分鐘一個塊 十分鐘的這個限制呢 是指的是說 他在這個十分鐘裡面 至少我產生出來的block 不管你網路在整個 latency很高 至少我可以 這個block可以完整的廣播到 大部分的節點身上 所以他fork的情況不多 在以太坊的節點上面呢 就是因為出塊的速度快 然後所以就會有很多minor 他們去做了這些 他們去花了算力去計算出了這個block 但是呢 如果你選擇 拋棄的這個block 對他來說其實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也在做 他也在 他有貢獻 那 為了解決剛剛所謂的 就是會有可能會有 centralized的現象 就是所有算力全部都集中在 控制這種角色身上 所以他就提了這個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說 呃 我把這些 呃 有共同一起 呃 mindblock的這些mind們呢 彈生的快 我把他當成是所謂的uncleblock 那uncleblock呢 本身也會有reward 所以說 呃 這個 uncleblock本身也會得到一些reward 那 minor如果去包這個uncleblock 可能他也會得到一個 就是 包uncleblock的reward 那 從這張圖來看 假設說 我們可能有 三個分 就是在某一個時間點 可能有三個分子 所以就是 呃 有人賣出 有三個minor 然後賣出了4a 4跟4b 那到最後呢 4a 4這個block 他的toyote比比較高 所以他繼續往下挖 那他是這樣子做的 就是 當他在挖第五個block的時候呢 他會把 他看到的 前面的這一個 所謂的 因為uncle 就是說 就是 對他來講 就是 我的爸爸的兄弟 就是uncle 所以說 對他來講 就是他會選擇把他包進來 那包進來的話 這個uncle 他對這個block來講 這個4a就是他的uncleblock 那uncleblock本身也會得到 乘落 所以 在區塊5裡面 他的乘落是這樣算的 對於 挖出區塊5的這個礦工呢 他可以得到 8乘落 對於挖出區塊4a的block 的礦工呢 他可以得到 8分之7的 8乘落 然後 對於 呃 對於我選擇去包這個uncleblock 那他做的這些事情呢 都是為了 讓 這些賣uncleblock的minor呢 他們會願意 就是 拋棄 繼續在自己 在自己的券上面 繼續找 他會 因為如果說 這時候 因為我們都會希望 我們 其實他想要解決一件事情 就是 我想要減少分支 那如果說 我不給這些uncle 就是這些 這些 因為我們都會希望 我們 這些賣出這個uncleblock的reward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 會造成前面這種現象 就是 大家各自挖 一個的券 這不是以太坊樂見的 所以他透過uncleblock 這個現象就是說 你可以 這時候你可以選擇 一件事情就是 我承認第五個這個區塊 然後我拋棄我這條券 然後拿uncle reward 或者是 我就不去拿你uncle reward 我就去walk在這個條券上面 但uncle reward很誘人 因為他其實 只要你撥case的夠快 你能夠得到的reward 其實是接近於 就是 整個minor的blog reward 那總不可能 就是 然後 對於一些 來得比較慢的人而言呢 譬如說像4b 他可能就是 略慢於4a 這個block 那他也有可能 被當成是uncle 雖然說他的 就是 他的 他隔了兩代 但是 對於 譬如說 對於區塊6而言 他這時候他看到了 他也有看到這個 合法的4b 這個blog 他也可以把他包進來 當成是他的uncle blog 這時候 對於4b而言 因為他 來得比較慢 所以這時候 他得到的blog reward 就會是 八分之六 而不是八分之七 因為他隔了兩代 那 對於 賣出blog 他得到額外的blog reward 也是一樣是三分之二 好 這樣兩塊的blog period 然後 又不會造成太多的分支 那 uncle block 不是 無限的去包的 你一個blog 至少 你能最多就只能包兩個uncle block 然後 你能夠 往前追溯的uncle 也只有 最多就是七個generation 他會做這樣的限制 是為了避免 有些人 只挖uncle block 有一些 在比較早期 可能協議沒有寫得很完整的時候 就有發生 所謂的uncle mining 這樣的 attack的現象 就是 有些minor呢 他 只挖所謂的uncle block 就是 他故意等 就是 他就 他就不想要做太多事情 他就可能就是挖很慢啊 什麼的 然後就只要 他就只walk在這個圈 他always都只挖uncle 那挖uncle的角度 的 的現象就是 你會 就網路上如果有很多人 都是只挖uncle 那就失去了 一直有人去 就只會有少數的人去 維護這條 就是 在這個chain上面做事 然後其他人都只做 就是 都只拿uncle reward 所以他這邊就有一個限制 就是說 每個block最多就只能包兩個uncle reward 然後你最多只能回溯七個 七個generation 大概是這樣 你相信應該有多問題 等一下 對不起 想要問一下那個uncle block的reward 是誰給的 是誰給的 就是錢從哪裡來 或者是guess從哪裡來 他沒有guess uncle reward就是 他就是鑄幣 就是像block reward一樣 block reward就是當我挖出 就是無中生有 就是miner他挖出一個block 他得到的reward 就是這個網路深淺出來給他的 uncle reward也是一樣的 網路 對 好 好 等我等一下 請問一下就是那個uncle reward的 uncle block裡面的translation是有效的嗎 無效 所以只有他自己reward跟自己的line 其實有效 因為reward是寄在主券上 reward是寄在這個chain上面的 ok 所以 喔 了解了解 好 所以問一下 所以4A的那個miner是沒有錢的 嗯 他不會拿到 他沒有拿到bar reward 但他在這個快的時候 會發給他uncle reward 但他這個4A這個miner 他所花的translation 是不算數的 translation不算數 可是他的block reward也沒有 reward有 reward有 他只有uncle reward 他只有uncle reward 他沒有glary reward 喔 因為葬式寄在這條線上面 理解 所以如果說像現在的小框框 在就是block 5的這個miner上面 他所得到的全貨的東西 對不對 對 如果他包4A的話 他如果選擇包了4A這個uncle 他就可以 除了自己的glary reward以外 他還可以多得到3分之2的glary reward 所以他總共可以得到3分之2 32分33 33 對 好等我一下 那如果你包進去的translation 又是5效的 那你包開嗎 你說對他來講嗎 對啊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啊 他在WARF 他正在算他 那對5來說的話是有效的嗎 對5來說 對5來說 他就是miner 後來大家選擇follow他這條線 所以對5來說 他的translation就是有效的啊 那對4A來講 他不知道他會輸別人 了解 那可以問問 up to seven generations 那如果4A下面還有小孩呢 你說4A下面 他可以繼續繼續做事嗎 對 那他這個券啊 如果你都不要看其他 你只看黃色的 所以對黃色來講 他也可能也有自己的uncle reward 他也可以有 但是整條網路上的記帳啊 也就是所謂的合法的balance 都只會記在這個書籤上面 那主鏈 譬如說我現在去收4A 但4A還有小孩的話 那4A的小孩我要收嗎 不會 因為你要對5來講 對5來講他看的是合法的 如果4A的小孩 4A的小孩 他的parent的hash是指到4A 對這條券來講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把4A收回來 剩下的就放成 對 對 不 不 進去 好 好 你剛剛說的那個是跟 Bitcoin跟Bitcoin Classic 的這個問題有關嗎 有那個 4 他問的那個問題 Sunae下來有 有Vlog 是一個4嗎 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太懂你了 我尝试讲一下,就是他可能想要知道就是像这样子会不会造成疗疗 是吗?只如果说4A下面还有的话,会不会就是一个疗疗 是吗? 如果4A继续往下做过的话,他还是有可能会被 如果只要他的Total Difficult就是有比这个绿色的还要来得高的话 这时候网路就会整个翻转过去去参考这个黄色这条圈 对,但是为了避免这个状况,所以他才用了这个所谓的Unchal Rural 他想要让这些所谓的分支最终都可以merge回原本的Main Chain上面去做事 而不要太发散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Unchal Rural要储存什么东西 就是他除了A的应该是要存的 那假设他里面的全身群有没有记下来 全身群有没有记下来 对,比如说我现在可能4跟4A 然后有一个相同帐号不同浪值的传赛选 然后在4A是就是4A的区块收一个 然后4收一个,然后两个不同的 就是相同浪值相同帐号的传赛选 那这个因为传赛选不同 那现在在验证4A的时候 这传赛选是不是要记起来开始不用 如果你这个block有被广播出来的话 然后节点有接收 他是会把它记下来 但是,但是 现在的blockchain的状态就是follow这条chain 所有接收到的合法的block 其实在节点上面都会存下来 对,那为了就是预防有reorg的发生 那虽然我把它记下来 当我再去验证的时候 我一律都是follow mainchain这条上面 所记载的状态为主 对,我的想法是说 他如果4A已经确定变成一个uncle 那我要怎么去validateduncle 他会把里面的传赛选给记下来 对 去验证这uncle的正确 对对对 因为他 他的问题应该是说 什么时候会final 不是,我的问题是想说 或者说 整条链在sync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我是从头sync到尾 那中间有很多知识线 那知识线上面有些传赛选 因为我派选这些传赛选 会不会也存在database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要去怎么验证 uncle也是valid的 对,所以我刚刚有讲的 就是只要你是一个 所谓的合法的blog 所谓的合法blog 就是说 你transition是合法的 然后你的blog参照的 就是他的parent block 也是合法的 只要整个blog 都可以被verify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合法blog 合法的blog 不论他是uncle 或者是man 他都会被存在节点上面 所以uncle的所有资料也都被存下来 对 那 好,我们九点了 所以我们就是降低问答的那个四处 也快没了 也快没了 这最后一页 应该是你最后一页 对,然后 呃 就是 网路上有一些在座 就是explorer 他们就会有一种视觉化 很basic的图去看说 现在分叉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像 这上面这个红色 就是所谓的uncle block 那有一些线 然后 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 有兴趣而已去这个网站上面去看说 就是你的blog是怎么被generate出来的 然后他会到外面去这样 好 讲完了 大家给米娅一个掌声鼓励 然后 我知道就是 因为刚刚 今天休息的时候 已经有跟我讲说 就是讲得非常仔细 然后很精彩 所以我们就 呃 不要让米娅太辛苦 就 呃 看看三个问题 然后 想要问问题的先举手 刚刚有问过的就先胡问 呵呵呵 这样好不好 公平一点 还是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 让大家都一起问 想要问问题吗 三 两个 两个 再一个 没有 好 那就这两个 呃 先先从这边开始好了 不好意思 你竟然问很多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你上面 在一开始有写说 你有参与过那个 PBFT的开发 就一直探包的开发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们当初在开发 因为现在好像是 在这一波跟那个 比塔的那边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当初开发的过程中 就是 你们是怎么比如说 跟那个 比塔利他联络 啊 因为他把你们站谈之类的 就是怎么去整个过程是什么 整个开发的过程 就是 诶 诶 可以大概 大概 因为蛮好奇的 就是说 要怎么获得这样一个认证 所以他愿意说 诶 你们这东西没有问题 然后觉得你们做得很棒 我必须说 他不是没有问题 他有一些就是 就是 我们在看 concensus上面 我们会考虑到 finality 跟 lifeness safety 就是这种 一些指标 那当初 为什么会开发 IDFT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 我们早期是在做 所谓的 联盟链 那联盟链 其实就是 几个 几个认识的人 认识喔 认识的人 他们组成的一个区块链 那 他们既然是在联盟链的里面 其实我不需要 太去中心化的 concensus 因为我想要的是 高效率 所以开始的 有 IBFT这样的 想要开发IBFT这样的 演算法出现 都是为了解决 就是 想要有 比较快的效率 然后帮他辟率 比较短的 这种行程式出现 然后比较能够应用在 譬如说 你旁他们那边使用的 种的情况 那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 比他那个 其实是我们公司的 不是顾问 那我们并不是 一开始去找他 其实我们那时候 在寻找所谓的 联盟链适合的 嗯 共识 有哪一些 那大家可能会说 噢 像 一些分布系统 啊 他可能是用RIFT啊 或Partials 这种 公式演算法 那后来我们考量说 在 呃 联盟链里面 虽然说彼此是认识的 但是他就是有点像 几个公司的结盟 那每一个人 起一个节点 总是要有一些 Full Torrent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我们那时候 才找了所谓的 PPFD这样的演算法 那之所以 为什么改名呢 原因是因为 PPFD 他的这个演算法 他只是一个 共识演算法 但他实作在区块链上面 他需要有一点点微调 那时候不是 我们并不是第一个人 去做PPFD 这个演算法 如果 大家有去看的话 像Consensus 他们有一个Tandermint 的团队 他们其实就 就是 proposed的一个像 BFP的这样的 Consensus 那 IPFD呢 其实是去参考 Tandermint 的这样子的 Consensus 然后再 微调 就是我们再改了一些 其中的几个步骤 是把他 套用在Ethereum的 这样的网路上面 对 所以 整个流程是这样 那 我不晓得 比他的一个有 有 帮我们站台 对对对对对 可能 可能有 但他应该 在他的角色里面 他其实是很乐于 看待这样子的发展 因为 就是 应用场景有很多 有像这种完全去中心化的 但也有企业等级的 所以对企业等级来讲 其实像PoS 或是PoW 这种的共识业算法 其实是 不是很符合他们的 使用情境 所以他会很乐于 看到说 在医院上面 有这样企业的发展 对 那 至于为什么 我说他不是完美的原因 是因为 在 我们开发第一代 IPFP 之后 有些人 就是有去验证 我们里面的几个步骤 去 还写了一篇 陪企业 去讲说 他里面其实会有些 陪企业的问题 所谓的陪企业的问题 就是 他有可能在某一个 恶意节点 做恶之后 做恶之后 之后 他的整个block圈 会停止 posed block 这是 我们当初 第一代IPFP 的一个 就是一个被正式的issue 所以 之后有人 再去improve 所谓的IPFP2.0 就是 他们有 包括之外 但他们并没有 实作在 某人上面 也没有实作在 某人上面 他们实作在别的 就是 别的client端 对 大概是这样 我不是讲太多 没有 我们学习很多 来 可能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确定这个block 是finalize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刚才讲那个uncleblock 或者是block 他们收到 网路给他们的reward 那是不是这样finalize 来的时候 他才能够动用他的钱 不然他钱花掉 然后说 欸那个钱还我 已经夸完 对 在UOW世界里面 永远没有所谓的 finalize 这件事情 只有confirmation 当你在一个transation 或是 reward 不管是transation 或是reward 都是在mike的当下 他有一个confirmation 那一个confirmation 其实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信心程度 因为他有可能 在下一个block 他就被reward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 多等几个confirmation 比如说可能等六个 十个 甚至一百个confirmation 来去确保说 当我等了 这么足够的confirmation了 那如果有人 真的还要再去 做翻转 reward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必须要想办法 挖出一个 比我更长的链 或是 pollipot比我更难的链 那他需要耗费的算力 或是 他要 买空很多minor 来帮他做这件事情 那他成本 就会比较高啊 所以才会说 等到 可能等到一个 你觉得信心程度 比较足够的confirmation 量之后 你就可以有 比较 足够的信心去 相信他说 你拿到这个钱 已经不会被refer回去了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 所谓的block reward 跟uncle reward 什么时候 才能拿来花 都是在你认为说 一定的confirmation 够了之后 你就可以花了 他没有良心的人 他有确定 他有那个钱 我们现在 讲的是没良心的 他只要拿到他就花了 他可以拿到就花 他花了之后 但是对别人来讲 他不一定能够 应该是说 你可以拿到是假钱 就觉得说 那个钱 其实被取消 所以那个赞扬 第三人 他拿到是真钱 他赚钱 他赚钱是根据 那个链上去算 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 他是根据链上去算 所以即便你 你花了 但是银主链上 你没有这个钱 所以他无法验成功 所以说他以前 赞良的人 也会变成 你花了 你花了给商品的话 就不会怎样 他牵扯到 我们说 那个交易已经被批行了 没有 今天已经热烈到 大家可以讨论 他好了 对 讲师热烈 你们自己讨论 没有 我 我 我觉得就是 呃 因为时间 我们这边到9点半 所以我 我觉得你们可以私下 因为我觉得我也 我会很有兴趣 不过我们现在开放 最后有个问题 last one 等下讲师不留下来 所以我们不现在问的话 有没有 欸 瞬间就有三个人 所以我 不该怎么办 那 问吧 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 像你们那个 算的方式啊 不然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 现在有一台是超级电脑 他就一定会抢到 所有的那个 那个 那个工作 就是他 就是变成他每次都放人家算整 那他真的就可以去控制整个 就是 这样的工作 如果 如果啊 如果啊 如果像美国 这样的国家 然后他们的超级电脑实验室 愿意花他的算力 来去控制这样的整条链 也是有可能 没有不可能 但是解题都是这样的 刚刚有提到说 在PIO大陆里面 它里面的解题 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暴力解 所以说 即使你是超级电脑 你也必须要 要暴力解去解那个题 那对于其他人而言 他有可能运气比较好 他一开始 他可能Random 挑那个Nuts 他一开始就挑中了 所以 即使你是超级电脑 你还是有很大 有一些几率是 你是会Fail 你是没有办法解 就是比别人慢 解出那个题目的 这是为什么PIO大陆 还是那么多店 喜欢试用的原因 虽然他很好电力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 随机性也够 然后简单 而且直觉的贡献算法 对 所以说 的确是 你可以有一个超级电脑 他的hash power 非常非常非常强大 但是他 即使他的hash power 非常非常强大 他还是必须更大 他只是可能 有可能 算得比别的跨一点点 但这是机率性问题 对 好 所以是接续性的问题 就是 因为我听说 以太用 又为了避免 就是 ASIC 所以他的 就是 他的那个解题方法 好像是吃RAM 所以好像Model 不上是可以避免 超级电脑充气 是吗 应该是说 他想要 他的算法是想要给一般的电脑也可以算的 所以他并不是说你的就是 比如说你的GPU或是U很强 你就是可以算得比较快 因为他的 这个有点讲有点细 其实他的那个算法里面 他使用了大量的 所谓的查表 那查表这件事情呢 就是有点像是在Memory 比如说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表 你必须一一的去查 才有办法去得到真正最重的解 对 所以他用这种 透过这种方式来去 去抑制那些想要用算力 真正的就是CPU很强的人 就是来解体的这种 这种机器 对 的确是 你想没有错 那厉害耶 大家 等一下CPU可以留下来 就是交流 那我们今天就是 再次鼓掌 谢谢我们的讲师 今天讲得真正好 那 你自己决定看 刚刚大家围绕着你还是怎么样 好 好 就是 对 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大家有 有问题有话 可以 我这边没有话我去尿 那我可能是说我再次上去 就大家的问题可以说 我再有本问题好来 可以说 就是 要不要 要不要不要 那我没有 对 对 要不要继续 就这样 好 那在这个旁边之后 我可能会放下 我的一些联络方式 然后 就是如果大家 对 不管是对以前的案件 有语问或是 对你参考语问 我会 就我会 就我会写手指导的 詞织来解答大家 最简单 就是我们下次再拜一场 哈哈 然后再去Mia 好 好 所以 再次谢谢Mia 再次谢谢大家 然后 我就讲一下就是 因为 我跟Mia认识不熟 可是其实台湾有一群 就是 在区块业业界 然后 学习到很多 然后也觉得 就是想要把这些知识 传递给大家的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 呃 之后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可以多参加 然后可以多多跟你的社会 朋友讲一下 就是到底什么样子 是真正区块链 不要跟我讲什么币啊 什么投资啊 就是 这都不是 呃 可能 呃 我们真的想要讨论的问题 所以再次谢谢大家来参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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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